第六百四十一章暗中传情 既然张三丰都开口了要加紧赶路 一行人自然不好耽搁 虽说不上日夜兼程 但也没怎么浪费时间 因为本来距离金蛇营的地盘已经不太远了 没过几天 几人便来到了金蛇营如今的治所几宁 也不知道清清 阿九他们能不能应付这个局面 远远看着几宁的城门 宋青叔不禁担忧起来 在他内心深处 并不愿以真实身份和张三丰打照面 毕竟他对于武当的感情 实在有些五味沉杂 嘎嘎嘎一声沉闷的声音缓缓响起 几宁的城门渐渐打开 一行人马竟只往这边迎了过来 原来金蛇营众人一早便得到通报 知道张三丰亲自前来 所有人都显得无比震惊 夏清清和阿九更是亲自率领众人营出了城门 宋青叔看了一眼女装打扮的阿九 便明白今天假扮自己的事下轻轻 一段时间不见 两女依然风采依旧 只不过眉宇间多了一丝疲劳之意 宋青叔看得暗暗心疼 自己当甩手掌柜当得潇洒 金蛇营上上下下这么多事情 可真是辛苦了他们 宋青叔忍不住想起前世的非洲大草原 那些雄狮也是整天啥事都不干 自己只负责交配和打架 打猎什么的就交给一群母狮子去做 咦 怎么越类比越有一种即逝感 太师傅 您怎么来了 下轻轻率领一行人迎了过来 模仿着宋青叔的语气问道 张三丰疑惑地看了眼前的宋青叔一眼 不过还是答道 有点是需要出来查探一下 张真人一路周马劳顿 还是先进城吧 一旁的阿九做了一一 柔声说道 看到阿九 张三丰眼前一亮 这位想必就是前名的长平公主吧 评道有礼 阿九急忙答道 不敢不敢 您是宋郎的太师傅 自然也是阿九的太师傅 阿九岂能当此大礼 一旁的任盈盈本来看到宋青叔的样子 眼睛都快喷出火来 不过见到阿九 也不禁暗暗感叹她的美貌 以前九公主在名叫当圣女的时候 就轻力脱俗了 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 如今愈发漂亮起来 随即任盈盈又愤愤不平起来 这样出城脱俗的女子 为何会跟了宋青叔那个淫贼 真是老天不长眼 身边乌云珠的心情与她截然相反 看到自己偶像果然是风流倜傥 英俊不凡 她一颗少女芳心砰砰直跳 不过一看到宋青叔身边仙女一样的阿九 不免有些顾影自怜 她有这么美丽的伴侣 想必也看不上我这种小丫头 只是不知道她和大哥哥究竟谁更英俊一点 乌云珠一边想着 一边下意识往面具大哥哥身上看去 正好迎上了阿子不善的眼神 吓得急忙一开目光 阿子横了一声 心中寻思 这个小女子一副发春的模样 一看就是对我家主人不怀好意 哼 得找个机会教训她一顿 不过对面这个宋青叔导真是俊朗不凡啊 果然不愧是我入中原以来听到最多的名字 阿呸呸呸 胡思乱想些什么 这小白脸肯定没我家主人帅 想到之前亲热之时 主人都没有取下面具的意思 阿子心中顿时有些闷闷不乐 主人你不让我知道你的样子 万一以后有人戴个面具冒充你 你叫阿子如何分辨 一旁的索额图见双方寒暄得差不多了 急忙迎了上去 宋贤帝 当初京城一别 可是想杀哥哥我了 一边说还一边张开双臂往下轻轻搂过去 已是亲热之情 宋青叔脸色发黑 心想当初我们也只不过是官场上的酒肉朋友 哪有这么好的交情 见他想站下轻轻便宜 缩在袖子里的手轻轻一弹 哎呦索额图只觉得腿弯一麻 整个人一个猎妾跪在了下轻轻面前 下轻轻本来正想躲避 又担心两人真有过命交情 一躲避就人看出什么破绽 正在两难之际 发现索额图居然摔倒 不由心中大定 索兄你这是干什么 快快请起 索额图脸上身上全是灰 不由一脸尴尬 善善说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腿突然麻了一下 一行人注意力全在两人身上之时 张三丰却若有所思地看了身边的宋青叔一眼 宋贤弟啊 你是不知道 哥哥我这次来见你 差点命都没了 多亏了张真人和这位英雄相救 索额图说着便开始介绍宋青叔起来 看到宋青叔脸上的面具 下轻轻和阿九不约而同对视一眼 纷纷看出了对方心中的疑惑 宋青叔上前行了一礼 虚若无见过金蛇王和九公主 敢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悠悠姑娘 在下与悠悠姑娘有救 一直在寻找她 还望两位告知 本来他们就觉得宋青叔的面具有些眼熟 而且体型感觉和秦郎很相似 如今听她提起悠悠姑娘 两女哪还有怀疑 不过两女皆是冰雪聪明之辈 见宋青叔不以真面目是人 自然有她的道理 因此两女并没有表现出异样 只是眼中隐隐露出一丝喜色 恐怕要让公子失望了 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悠悠姑娘 下轻轻淡淡说道 心中却因对方提起自己的昵称 难免生出一丝甜蜜之感 不过公子一番情意 悠悠姑娘必能体会到 除了他们当事人意外 其余所有人都被他们一通对话弄得云里雾里 任盈盈更是急得直跺脚 心想你不是要冒充令狐冲来抢婚的麻 怎么又和其他女人扯上了关系 不过是到如今 她也没有办法说什么 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一行人进了城 来到了城主府议室大厅 夏轻轻方才装作刚看到任盈盈一样 咦任小姐也在啊 宋青叔出去没几天 便搞了个未婚妻出来 夏轻轻和阿九在大度 总是难免有些想法的 面对宋青叔 任盈盈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唯唯横了一声也不答话 一旁的张三丰也趁机开口道 青叔 这次我来其中一件事就与这位任小姐有关 第642章退婚 听到张三丰的话 任盈盈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能否取消婚约 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夏轻轻不露痕迹地看了宋青叔一眼 从他那里没得到什么暗示 只好硬着头皮接道 不知道什么事情和任小姐有关 张三丰缓缓说道 我听说不久前你和任小姐定下了婚约 不错 夏轻轻点了点头 忍不住忧怨地瞟了宋青叔一眼 宋青叔眼观鼻鼻关心 正经为座故意不去看他的眼神 本来我是该祝福你们的 不过我在来的路上得知这门婚事似乎另有隐情 张三丰犹豫了一下 看着周围众人 毕竟宋青叔如今身份不同以往 自己虽然身为长辈 但总还要顾及一下他的面子 这里这么多外人在场 自己提出取消婚约未免太唐突了 青叔 有些话我想私下和你聊聊 这样啊 夏轻轻一看张三丰的神情 就知道对方说话肯定有些不方便 不过让他单独一个人面对张三丰这样的武林神话 他心中又一点敌也没有 因此不敢立即答应下来 此时任盈盈却抢先开口了 张真人 我和你们一同前去吧 毕竟有些话要我自己和他说清楚 这样也好 张三丰身以为然 看出了夏轻轻的为难 阿九凑到他身边 宋郎 我也很好其认妹妹要说些什么 我陪你吧 夏轻轻大喜 有他陪伴 就算发生什么事情也互相有个照应 任盈盈秀眉为促 心想宋青叔武功深不可测 又有个武功高强阿九在一旁 等会儿真发生什么事情 自己恐怕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毕竟张三丰是宋青叔的太师傅 而不是自己的太师傅 更何况因为之前的误会 张三丰似乎一直对我有些不喜 眼神不经意间移到了宋青叔身上 任盈盈眼前一亮 顿时有了主意 伸手往他身上一指 说道 这件事和他也有关 让他一起吧 夏轻轻和阿九正琢磨着如何让宋青叔跟他们一起 听到他这样说 心中顿时大喜 急忙碍下喜悦 假装有些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让他一起 张三丰在一旁解释道 此时的确也与薛少侠有关 夏轻轻这才无奈地点了点头 那好吧 宋青叔悄悄对夏轻轻竖起了大拇指 这演技简直是爆表了 夏轻轻带着几人来到旁边一间近视 张三丰方才开口道 青叔 主要是关于你和任小姐的婚约 任小姐似乎心有所属 听着张三丰缓缓道来 夏轻轻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他不满宋青叔这么快 又找了一个未婚妻是一回事 未婚妻找人上门来退婚 又是另一件事 张三丰说完后 又与重心肠递补充道 青叔 任小姐并非你的良配 可惜当着人家小姑娘的面 他也不好明白告诉夏轻轻 任盈盈之前和其他男人无眉苟合之事 夏轻轻皱眉达道 本来太师傅出面 我不该拒绝 不过这桩婚约是任教主承诺 并且关系到日月神教与金蛇银结盟一事 早已非我一个人的事情 姿势体大 树青叔难以答应 剑下轻轻不答应 任盈盈顿时急了 豁然起身 幸送的 你少痴心妄想了 我嫁猪嫁狗也不会嫁给你 一旁的阿九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 任大小姐 你也别太高估你自己 论容貌 我们姐妹中胜过你的人大有人在 论武功 你更是不值一提 论身份 日月神教的圣姑也算不得多显赫的名头 我家相公何等风华绝代的人物 只有你配不上他 他又岂会对你有什么痴心妄想 金人格我也不妨把话说明白了 我家相公想取的并不是你这个人 而只是你背后的日月神教而已 阿九性子向来柔和 几乎从来没有发过脾气 可听到任盈盈亲事送亲书 他心中却止不住的怒火 你 任盈盈气得胸脯极具起伏 因为阿九之前担任名教圣女 肩负监视日月神教的任务 因此两女之间的关系也说不上好 不过两人总算还保持面子上的和睦 当初在黑木崖上偶尔还姐妹相称 他万万没料到再次相见 对方居然如此不留情面 看见阿九犹如一头愤怒的瓷尸一般 宋亲书也是惊讶地唯唯张嘴 他很快明白过来对方是为了维护自己 心中不由一阵感动 张三丰也是目瞪口呆 没料到自己这些个孙媳妇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不惊后怕不已 幸好自己这一百年来都是截然一身 至少过得潇洒快活 不然身边多了个这么厉害的女人 自己恐怕也没法潜心研究武学了 阿九一通发飙 屋中顿时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寂 下轻轻不由咳嗽一声 出来解围道 任小姐 当初这么婚事可是你自己点头同意的 想到之前约定的假结婚仪式 任盈盈顿时脸色一红 急忙解释道 当初我是被逼无奈 我爹用冲哥的性命要挟 我若是不答应 恐怕冲哥性命难保 现在你就不怕了吗 阿九冷横了一声 任盈盈嘴角微微上翘 一把拉过送亲书 挽着他的手臂说道 现在当然不怕了 这段时间冲哥另有其遇 武功已经不在我爹之下 自然不怕他的威胁了 下轻轻与阿九对视一眼 不禁一口同声地问道 你说他就是你的冲哥 当然任盈盈哼了一声 手指悄悄掐了送亲书一把 送亲书得到暗示 只好出来对张三丰行了一礼 令狐冲见过张真人 之前刻意隐瞒身份 还望真人恕罪 张三丰唯唯一笑 平道正奇怪江湖中什么时候 多了这样一个剑术通神的少侠 原来是得到了风轻扬的真传 难怪难怪 只不过色字头上一把刀 哎之前华山派掌门岳不群通到武林 他的大弟子因结交魔教妖女 被逐出了师门一事 张三丰也略有耳闻 只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太在意 这些小背间的事情 没想到最终还是和这件事扯上了关系 令狐冲见过金蛇王 九公主 送亲书随即又对下轻轻两女行了一礼 下轻轻一脸古怪 阁下的身份还真是令人意外啊 送亲书耸了耸肩 无奈地说道 都是命运的捉弄 第六百四十三章 求你和我成亲 为了效果逼真 任盈盈紧紧挽着送亲书的手 身子紧贴在他身上 我和他两情相悦 早已私定终身 这辈子再也不会嫁给其他人 听到他这样说 下轻轻的眼神变得更奇怪了 故意板着脸问道 你当真喜欢他 那是当然 任盈盈一挺胸脯 送亲书只觉得手肘那里传来一阵销魂的触感 心中不由一荡 也罢 强扭得瓜不甜 下轻轻悠悠叹了一口气 突然抬头盯着送亲书 不过让我奇怪的是 令狐兄为何一直戴着面具 任盈盈心中一跳 假装镇定地说道 冲哥听到我被逼无奈之下被许配给你 为了将我抢回来 只好修炼了一门邪门功夫提高功力 结果走火入魔 导致脸上肤色变了样 他戴着面具是为了避免被人指指点点的麻烦 不过不管他变成什么样 我依然爱他 任盈盈心思信义 早就猜到有人会怀疑送亲书的身份 因此早就和他商量好了对策 咦 什么功夫会有这种副效果 能导致脸上肤色转变 如果不是毒工 那必然是一些练器的法门 走火入魔到了岔道 导致血脉逆行 以前听无忌提起过修炼乾坤大魔仪 期间脸色也会变轻变子 莫非他练的正是乾坤大魔仪 张三丰心中大奇 不过他并没有说出心中的疑惑 赤麻 下轻轻狐一地打亮了两人一眼 今天既然太师父做主 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夺人所好的人 这门婚事我可以答应你取消 不过你的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听到下轻轻松口 任盈盈顿时大喜 只要能取消和送亲书的婚事 别说一件事情 就是一千件事情他都会答应 如果你登门我直接取消婚约 传到江湖上去 人人都会以为我宋某人被你当面悔婚 那样我在江湖上就很没面子 下轻轻板着脸说道 不过如果变成我成人之美 想必对我名誉的损坏会降到最低 这是自然 你要我如何配合你 尽管开口 知道马上能取消婚约 任盈盈心中美滋滋的 顺带着看送亲书也顺眼了一点 心平气和后他再重新看整件事 似乎的确是自己过分了一点 若是能补偿对方 自己稍微让步一下也没什么 下轻轻点了点头 伸手往送亲书身上一指 这段时间金蛇银中张灯结彩 一直在张罗你我的婚事 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么久 如果突然取消 对众将士的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我看不如这样 既然你与他两情相悦 早已私定终身 那我借花献佛 你们二人就在这里玩婚 让金蛇银中将士热闹热闹 提升一下士气 这样一来 事后江湖上的人就不会嘲笑我 反而会夸我一薄云天 宋亲书听得瞠目结舌 不由暗中对下轻轻竖起了大拇指 自己这些女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都快忘了 当年下轻轻也是个古灵精怪的小妖女了 啊 任盈盈一下子傻眼了 不由于无伦次 这这怎么行 为什么不行 夏轻轻面无表情地问道 这 澄清之时总要双方父母在场 任盈盈终于找到了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我父亲如今正在黑木崖 他虽然是个孤儿 但从小都是他师父师娘带大 理应请华山岳掌门夫妇到场 怎能这样草草澄清 夏轻轻不慌不忙地答道 任小姐 你别忘了 这门婚事是任教主主动提出来的 他未必会同意你毁婚 如今机会难得 有太师父在这里主持你们的婚礼 以太师父在江湖中的威望 就算日后任教主知道此事 也很难说什么 至于华山岳掌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华山派早已将领胡冲逐出师门 他们又岂会来参加你二人的婚礼 这任盈盈一时雨色 心中念头转得飞快 对方所说不无道理 父亲一直想与金蛇迎结为同盟对付名教 他肯定不会同意我毁婚 就算他日我带冲哥回黑木崖 以父亲的性子 一掌批了他都有可能 如今正好张真人在这里 的确机会难得 夏轻轻适时咳嗽了一声 任小姐 你一直推三阻四 莫非这位根本不是令狐冲 而是你随便找了一个西背货来戏弄我不曾 当然不是 任盈盈急忙辩解道 一旦被他们知道冲哥是假冒的 自己这婚事肯定悔不成了 只不过婚姻大事 总要让我们考虑一下 不知道可否让我们单独聊一下 也好 夏轻轻面无表情的点点头 却趁人不注意 悄悄对宋青书眨了眨眼 宋青书还没来得及苦笑 就被任盈盈拉着走到门外走廊 任盈盈还没开口 宋青书便抢先说道 任小姐 此时我绝不同意 我有自己喜欢的人 若将来被她知道我同另外的女人成了亲 哪还得了 宋青书暗笑不已 有青青这么好的演技注意在前 我这个当相公的总不能落下太多麻 任盈盈一下子傻眼了 她本来担心对方会趁机要挟 顺势与她成亲占便宜 哪知道她比自己还要不情愿 前辈说的心上人是那位悠悠姑娘麻 见宋青书点头 任盈盈急忙说道 虚前辈 并不是要你和我真的成亲 而是你装成冲哥和我成亲 此事只有你知我知 你的恋人绝不会知道今天的事情 宋青书摇了摇头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不想做对不起她的事情 任盈盈背驰紧咬 提起裙摆一下则跪到了宋青书面前 虚前辈 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你已知晓 我绝对不会嫁给宋青书那个混蛋 若是错过了今日这个好机会 恐怕再难毁掉这门婚事 若是须前辈不答应 盈盈只能一死了之 宋青书听得暗骂不已 自己有那么恐怖麻 比起嫁给自己 她居然宁愿选择死 不过一想到自己之前对她做的那些事情 换任何一个女孩子 恐怕都受不了 好吧 既然如此 我便再帮你一次 不过你要答应我 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第三个人 宋青书故意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咬牙说道 第六百四十四张拜堂 任盈盈顿时大喜 多谢虚前辈 前辈请放心 盈盈不是多嘴的人 两人携手走了进去 夏轻轻啼笑若不笑地说道 商量得怎么样 任盈盈点了点头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既然阁下高益 我们自当恭敬不如从命 那好 夏轻轻眉毛一动 来人哪 马上准备奉官侠配 龙凤相逐 任盈盈被吓了一跳 现 现在就成亲 她一开始以为 就算要成亲 也要等到几日之后 这段时间 她好和薛若无前辈 商量好一些约定 哪知道对方居然这么急 夏轻轻背着双手 走到了任盈盈的面前 盯着她吹弹可破的脸蛋人 看着 待任盈盈受不了 她火热的眼神 一开目光之时 方才说道 任何男人 都拒绝不了任小姐 这样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 我现在同意成全你们 只是一时的想法 也许再过几天 我就舍不得把这么漂亮的 未婚妻推到其他男人的怀里了 无耻下流 任盈盈脸色为红 暗骂一声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听宋清书夸自己都觉得讨厌 今天听她夸自己漂亮 居然有几分入耳 也许是之前阿九那通骂弄的她有些失去信心的缘故吧 不过以宋清书那无耻的信 任盈盈还真担心过几天她反悔 只好说道 现在成亲就现在成亲 见任盈盈入购 下轻轻满意地点点头 回身看着宋清书 不知这位令狐少侠 意下如何 她故意在令狐二字上咬中了毒荫 只有他们三人才清楚其中的蹊跷 张三丰与任盈盈虽然觉得她发音有些古怪 却没有细想 宋清书忍住笑意 点头答道 盈盈都没意见 我自然也没意见 那就有请太师傅主持着装婚礼 下轻轻恭敬地对张三丰行了衣礼 这张三丰迟疑不语 她此番前来 其实是有事情要问宋清书的 没料到会横生这么多波折也好 两久过后 她点头同意 先把这件事解决了也好 接下来 任盈盈整个人如在云礼物里 等她回过神来 整个人已经在丫鬟服饰下穿上了凤冠霞配 看着同镜中那的双甲娇艳的美人人 任盈盈忍不住用手背摸了摸自己脸蛋人 手心传来的热度让她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尽管这次是假装成心 可除了当事人之道外 其他的一切与真成心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就是当新娘子的感觉麻 不知为何 任盈盈觉得自己一颗芳心实在有些乱 如果对方真是冲得那该有多好啊 即时已到 新娘子快出去了 婆子的声音打断了任盈盈的思绪 任盈盈只好将红盖头掩了下来 跟着对方一步步缓缓走到了大堂 一系列琐碎的礼节过后 婚礼很快进行到了最重要的环节 一拜天地 耳边传来的声音让任盈盈不禁有些迟疑 真的要和这个陌生男人拜堂麻 尽管两人说好事假成心 可这一事可是真的 一事完成过后 在所有人的心里 自己都是她的妻子了 任盈盈处在原地不动 顿时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窃窃私语 夏轻轻不禁皱了皱眉头 巧声对任盈盈说道 任小姐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宋某人绝对既往不救 马上迎娶你 呸 任盈盈暗暗催了一口 再也没有丝毫迟疑 同宋亲叔一起拜了下去 二拜高堂 有了开头 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 两人的父母都不在场 所以夏轻轻推举张三丰当两人的高堂 任盈盈希望利用张三丰的江湖 威望振折自己的父亲 因此并没有提出异议 至于宋亲叔就更不可能有异议了 张三丰可是她如假包换的太师傅 这高堂二字绝对当得起 夫妻对拜 听到这几个字 任盈盈心间人一下子就颤了起来 不过是到如今 她也没办法半途而废了 只好麻木地弯下腰去拜了一拜 当她透过红盖头看到宋亲叔的下半身 心中一阵迷糊 这个人以后就是我的丈夫了吗 不过她很快清醒过来 呸呸呸 这个人只是代表冲歌而已 我的丈夫只能是冲歌 送入洞房任盈盈心中咯噔一下 糟了 之前没有和徐前辈说好洞房的事情 万一她真进洞房来 我就和她拼了 不过任盈盈一想到对方那身不可测的武功 又不禁暗暗叫苦 对方万一争起了歹心 自己怎么反抗得了对方 要是真被她给侮辱了 还不如便宜送亲叔那混蛋呢 任盈盈被自己突然升起的念头吓了一跳 呸呸呸 怎么会突然想到那混蛋 去前辈是证人君子 绝不会欺负我的 就算她真要欺负我 大不了我把所有的事情抖出来 有张三丰以及宋亲叔在 这个虚若吴绝不敢乱来 任盈盈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心态的变化 一开始她是把虚若吴当成一条战线的队友 对宋亲叔同仇敌忾 可如今和这个虚若吴假澄清过后 她潜意识立马开始防备起对方来了 宋亲叔这个之前一直被她当成混蛋的家伙 居然平添了几丝可靠 一路上换得换尸 不知不觉她已经回到了洞房 当其余人等尽数退了出去 任盈盈自然不会等着虚若吴进来接盖头 一把扯掉了头上的盖头 整个人在房中转来转去 思考等惠儿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 整个人显得坐立不安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任盈盈因为心神操劳过度 一阵睡意上涌 不过她哪敢在这种时候睡过去 不然被纳德加新郎关进来 来个假戏真做 自己哭都没地方哭去 因此任盈盈只好强撑着 等着虚若吴进来 然后大家把事情说清楚 反正她的底线是绝对不跟对方 在同一间房子里待一夜 在任盈盈望眼欲穿的时候 宋青叔终于叠叠撞撞地闯了进来 闻着她身上浓烈的酒气 任盈盈眉头为皱 下意识后退一步 捏了捏袖子里的短剑 纷乱的心方才稍稍有些安定 第645章野外生歹心 宋青叔的目光和任盈盈脸颊相距不过促齿 只见她肌肤白得便如透明一般 盈盈透出来一层晕红 如今在大红的嫁衣照应之下 简直是陶塞粉脸楚楚动人 宋青叔心中感叹 这么漂亮的新娘子 自己傻了才会推给其他男人 让娘子久厚了 宋青叔带着醉意说道 任盈盈脸色一寒 还望须前辈自重 我是为了取消与宋青叔的婚约 方才和你嫁成亲的 前辈也清除葛忠元伟 前辈想必也不愿意做 对不起悠悠姑娘之事吧 宋青叔一拍脑袋 哈哈笑道 你看我这寄信 见到新娘子这么漂亮 一时间有些忘乎所以 眼前这人神秘莫测 任盈盈难得见到她如此夸奖 不由脸红道 真的很漂亮吗 人比花娇 艳丽无双 宋青叔赞道 多谢前辈夸奖 任盈盈被她夸得有些害羞 突然想到眼前这人不是冲哥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可惜冲哥看不到 宋青叔一语双关地说道 只能怪那小子命不好 没有这个福气了 任盈盈并没有听出她的话外音 由于良久 方才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须前辈 你我虽然是假成青 可众目睽睽之下 若是你我二人共居一事 外人难免误会 宋青叔哈哈一笑 你是怕令狐冲误会吧 任盈盈一脸羞涩 还是微微点了点头 宋青叔叹了一口气 任姑娘的担心我很理解 不过我刚才进来 金蛇盈众人都看在眼里 要是现在突然出去 传到金蛇王尔中 难免会引人怀疑吧 任盈盈秀眉为促 可对方所言又不无道理 不过让她和这个男子 在洞房里一起带上一夜 那她是万万不愿意的 聪慧如她 自然明白瓜田里下的道理 宋青叔说道 其实任小姐不必过于担心 你所在乎的只有令狐冲一人而已 你我一清二白 到时候你和她说清楚 不就好了 任盈盈摇了摇头 这种事情男人难免 不会胡思乱想的 宋青叔神情一肃 任小姐 之前听你所言 你与令狐少侠是真心相爱 正所谓真爱不怕讨厌 你为了她做出了这么多牺牲 她如果连你的话都不相信 还要怀疑你 未免有些对不起任小姐你的深情了 任盈盈被她一番话牵动了心事 是啊 自己当初是为了保住冲哥性命 方才无奈答应了这门亲事 之后为了推掉了这门亲事 今天又不得不嫁成亲 也不知道冲哥能不能理解我的牺牲与苦衷 任小姐 为了让你放心 今晚我们谁都不睡觉 丙烛夜谈如何 宋青叔笑道 任盈盈终于回过神来 一脸歉意地看着她 我知道前辈是证人君子 只是我不愿意他日被冲哥猜疑 今晚恐怕不能和前辈同居一室了 任盈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虽然被宋青叔几句话误导 但她还是很快明白过来 真爱经得起考验不嫁 可故意去考验 会横生不少波澜 在她心底 她清楚令狐冲绝对会选择相信自己 不过内心深处会不会怀疑她无法确定 因此为了以绝后患 她宁愿不用这个去考验对方 宋青叔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任盈盈果然聪明 要知道她刚才用的法子是前世那些事业有成的男人 翘小年轻墙角最爱用的手段 那些人在小姑娘面前故意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完全不会露出一丝一毫的企图 但却会有意无意弄出一些事情 让小姑娘的男朋友误会 小姑娘的男朋友一般涉事未深 很容易中继 被嫉妒心折磨之下 只会去质问女友 怀疑女友 因此小姑娘心中就难免将两人表现出来的东西做对比 稚嫩的男朋友又如何比得上那些成熟男人 一对互相深爱的情侣就这样产生了裂痕 在经过一系列操作 成熟男人就轻而易举地翘了墙角 现在的任盈盈感情经历除了令狐冲 可以算得上是一张白纸 宋青叔不相信她见识过这些手段 她能将之化解与无形 只能证明她是一个处处替男友着想的女人 难怪原著中令狐冲对月灵山有着刻骨铭心的爱 最后依然被她的柔情所化 这样的女人 自己一定要得到她的真心 宋青叔暗暗立下誓言 其实以现在的状况 她想得到任盈盈的身体可谓轻而易举 可她要的是对方心甘情愿现身而不是被逼迫 不过宋青叔心中敞亮无比 对于任盈盈这样的女人 一旦爱上了一个人 自己要再插足进去又谈何容易 一步慢 步步慢 正常途径要比过令狐冲恐怕希望渺茫 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先得到她的身体 在这方面抢先令狐冲一步 那样一来 形势就会逆转 自己才有筹码与令狐冲在情场上一较高下 变成一步先 步步先 不过一旦这么做 也有可能永远的不到任盈盈的心 所以宋青叔犹豫要不要冒这个血 注意到宋青叔偶尔露出的眼神 任盈盈不经一阵心悸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 不然很可能发生难以挽回的事情 前辈帮了盈盈这么多 还对我有救命之恩 盈盈又岂能让前辈封餐露宿 今晚前辈就在房中休息吧 盈盈到外面去躲一夜 任盈盈开口说道 宋青叔这才回过神来 不禁哑然失笑 要去外面也是我去外面 哪有让女人辛苦的道理 任盈盈不经一争 在这个时代 夫为七刚 在小家庭里面丈夫就是妻子的天 只有妻子让丈夫的道理 很少见到体贴妻子的丈夫 见对方语气自然 显然是打心底尊重女性 她不禁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须前辈果然是个奇男子 任盈盈很快摇了摇头 前辈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又岂能再让前辈受苦 前辈不必多言 盈盈心意已决 宋青叔叹了口气 任小姐果然善于为他人考虑 这样吧 我们就不争了 不如一起出去赏月如何 任盈盈面色古怪 心想我就是为了刻意和你保持距离 才要出去的 要真跟你一起赏月 还不如你出去 我在房间里休息呢 不过这番话他终究不好意思说出口 想到在外面待在一起总比共处一世的好 于是点了点头 好 以宋青叔的武功 带着一个人悄悄溜出去并不是很困难的 见宋青叔专挑偏僻的地方走 任盈盈眉头为皱 正要说话之际 宋青叔却一脸凝重地拉着他躲到了附近一处假山阴影处 任盈盈心中一惊 以为他起了什么歹心急忙张嘴欲喊 第六百四十六章一变抖声 担心他发出声音 宋青叔急忙一把抱住他 同时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吴吴任盈盈更是害怕 不禁剧烈挣扎起来 可是他与宋青叔的功力天差地别 哪里挣扎得拖 不过这样一来反而苦了宋青叔 怀中家人浑身柔软的他本就有些心圆意马 如今又有蓝有趣 那动人的焦躯让宋青叔很难做怀不乱 察觉到宋青叔身体的变化 任盈盈先是一呆 没过多久就反应了过来 一张脸红的像血一般 挣扎得更起劲了 别动 有人来了 宋青叔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道 见他依然没有消停的意思 不禁怒道 我们又不是没有这样抱过 你紧张什么 任盈盈不禁一呆 对我之前在树林里对敌时两人也是抱在一起 后来疗伤驱除寒毒时 抱得比这还亲密一些 当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 为何现在却这么大反应 任盈盈很快醒悟过来 当初自己是把对方当成得高望重的前辈 自然不会产生害怕心理 可如今两人已经拜堂成心 他担心对方假戏真做 潜意识防备着他 因此对方稍有异动 他的反应就很剧烈 这个时候不远处传来对话的声音 任盈盈方才意识到误会了自己误会了对方 不由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心中暗自埋怨 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 非要用这种方法 我不以为你起了色心才怪了呢 很快下清清 阿九以及张三丰三人一同出现在了走廊拐角处 看清是他们 任盈盈更不敢发出声音了 新婚夫妇这个时候不在洞房里如交四期 却跑到这僻静地方吹西北风 傻子也知道有问题 为了成功取消这门婚事 任盈盈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 她不允许最后来得功亏一亏 宋青叔很容易就把握住了她的心思 嘴角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脑袋便往她紧窝凑了过去 对方炙热的呼吸喷在自己肌肤上 任盈盈很快察觉到她正往自己靠了过来 整个人一下子就呆住了 这人胆子怎么这么大 之前纠结究竟如何征服任盈盈 此刻宋青叔显然已经有了决断 因此动作并没有什么犹豫 当宋青叔的嘴唇贴到她脖子上之时 任盈盈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 她没料到对方此时此刻居然敢轻薄于她 以致完全反应不过来 感受到怀中佳人柔软的身体一下子僵硬无比 宋青叔并没有和她客气 嘴唇缓缓前移 一会儿亲吻她的脸颊 一会儿闲住她的耳珠 任盈盈整个人都快疯了 正要爆发之际 耳中突然传来对方细细的传音入密 你叫好了 反正我俩已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就算被他们发现了 也只会觉得我们荒唐 而不会有其他想法 到时候你就算解释葛中元伟 我也没什么好怕的 反而是你之前的一切努力 尽数付诸流水 任盈盈脸色阴晴变幻 知道对方切中了要害 知道自己不敢出声 可比起这般莫名其妙地失去真结 与宋清书的婚约没法取消又算什么 他正要呼救之际 宋清书仿佛猜中他心中所想 继续说道 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 我只是沾点口舌上的便宜而已 莫非你真的以为我敢当着这几个决定高手的面对你做什么麻 见任盈盈脸色松动 宋清书趁热打铁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能一清方泽 你也没什么根本性的损失 还能保住秘密 和乐而不畏 放心 我不会坏你的身子的 任盈盈心中一片茫然 对方的话仿佛有一种牟利 他忍不住想到 两人搂搂抱抱似乎也不是这一次两次了 而且对方对自己有救命之恩 只要对方不坏自己的真结 让他轻挤下似乎也没什么 就当抱恩好了 还能保住悔婚的秘密 明天一早我便离开这里 回到黑木眼我就不怕他了 宋清书对任盈盈的性子很了解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可聪明的女人难免就会权衡太多 只要自己没有突破她的心理底线 她很大可能都会为了一个目的而选择默默忍受 见任盈盈默不住声 宋清书知道她已经默认了 不禁得一一笑 果然不出所料 此时她已经不满足只亲吻她的脸颊了 一双手渐渐伸入了她的衣精 两行轻泪无声流下 任盈盈心中一片凄凉 冲哥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 牺牲了多少 任盈盈突然想到了宋清书 宋清书那种摆在民面上的坏 与身后这个衣冠禽兽的卫君子比起来 不知要可爱多少倍 与其便宜她 还不如便宜宋清书呢 这样一想 任盈盈顿时豁然开朗 一把按住身后男人想要深入的手 冷冷说道 放开我 宋清书其道 难道你不怕功亏一篑 任盈盈冷冷说道 我已经想通了 和你比起来 就算嫁给宋清书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的事情 宋清书淡淡一笑 可惜已经晚了 任盈盈心中一惊 正要呼救 突然腰间一麻 整个人软呼呼地倒在了身后男人的怀里 你答应过我不坏我真洁的 任盈盈惊慌失措地说道 是你先不遵守规则的哦 宋清书在她面前摇了摇手指 俯身便往那娇艳欲滴的樱桃小嘴倾了上去 无无任盈盈信眼圆争 没想到自己唇洁的嘴唇居然被这个男人这样粗暴地侵入了 眼神于光扫到不远处的下轻轻身上 心中不禁呐喊 宋清书你这个混蛋 你未婚妻正在被人欺负 还不快来救我 不知道为什么 危急时刻她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令狐冲 反而是之前恨之入骨的宋清书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祈祷起了作用 身上男人突然放开了她的双唇 警惕地望向下轻轻三人的方向 任盈盈心中一喜 难道是宋清书发现了这边的异常 不过很快她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她察觉到身边这个男人正在侧耳聆听三人的对话 任盈盈虽然被点中了穴道 但一身功力仍在 仔细听去 也隐隐约约听到了三人的对话 不知太师傅究竟有何事相寻 下轻轻问道 张三丰沉吟不语 只是静静地盯着她 当下轻轻心中发慌的时候 张三丰突然动了 一掌便往她面门拍去 第647章对决武林第一人 这边任盈盈看得心中一惊 她不明白张三丰为何会突然对宋清书出手 若是换作平日 她巴不得宋清书被打得凄惨无比 最后重伤不治而亡 那样不仅报了对方的轻薄之仇 两人的婚约也能不了了之 可如今她身陷狼爪 期待着宋清书发现这边的异常 结果两人打了起来 自己岂不是再劫难逃 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身边那的卫君子 任盈盈一争 对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 另一边下轻轻还没来得及看清张三丰的招式 对方的手掌已经拍到了面前 下轻轻当初为了替丈夫袁承智报仇 一改往日新兴 潜心修炼武学 再加上之前袁承智并没有对她藏私 因此将袁承智一身武艺也学了隔五六成 之后跟了宋清书 宋清书同样经常指点她武学 时不时还用欢喜禅法和她来隔阴阳共济 因此她如今的武功也算得上江湖一流高手 若是碰上其他人 就算不敌 但自保也没什么问题 无奈这次她碰到的是武林中的传奇 半先修为的张三丰 一旁的阿九没料到张三丰会突然出手 不过她一身修为 还在下轻轻之上 因此反应也比对方快了那么一点 抽出长剑变刺了过去 张三丰随手一扶 阿九只觉得一股柔力传来 整个人不由自主被牵引到了另一边 心中不惊大害 剑下轻轻根本没有反应 张三丰不由眉头为皱 初级的手掌不由迟疑了片刻 这个时候宋清书早已犹如一发炮弹 一般从假山那边冲了出来 宋清书不明白好端端的张三丰 为何会突然出手 难道当年雾沙莫生骨的事情还没了结 他此番是前来清理门户的 宋清书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当然不会遵守什么长辈要杀晚辈 晚辈只能束手就擒那一套 更何况陌生骨只是原来那个倒霉鬼宋清书杀的 而且当初在图师大会被武当派打的全身经脉禁断 该孩的已经还清了 经过阿九的拖延 宋清书终于成功赶到 一个懒腰将下轻轻送到了一帐开外 便急忙提起全身的功力对着张三丰的手掌迎了上去 咦 张三丰轻易一声 察觉到对方双掌间汹涌的掌力 急忙变招 双掌隐隐约约画了个圆圈 宋清书顿绝双掌功力犹如泥牛入海 而且身侧一股大力传来 对方趁势一拉 一撞 一推 整个人一下子便重心不稳 往旁边倒去 宋清书知道一旦失了先机 对方的攻击便会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自己竭尽全力也不过是暮海里一夜偏周 所做的只是苦苦支撑而已 因此宋清书并没有慌忙稳住身形 反而顺势往壁上一滚 使出了九英真经理蛇行翻里的功夫 尽管姿势狼狈了点 犹如小孩子撒泼打架一般 但好歹暂时脱离了对方的太极境 宋清书丝毫不敢迟疑 很久不曾用过的木剑瞬间出现在手中 犹如羚羊挂脚 一剑往身后刺去 初始尚且平平无奇 刹那过后周身突然绽放出漫天的剑气 将张三丰围在中心 四面八方往他攻了过去 刚好一阵风吹过 满天的树叶飘落到两人中间 却瞬间化作鸡粉 剑气还未及身 张三丰察觉到周身的空气 似乎一下子被吸干了一般 神情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两只手缓缓抬起 身体周围隐隐约约浮现出了一个太极的图案 冲过来剑气一碰到太极图案 便渐渐消融 不过张三丰非但没有放松 神态反而更加凝重了几分 整个人开始缓缓地动了起来 在一旁的夏轻轻等人看来 张三丰每一步走得都很慢 但每一步都能让他躲过至少一半汹涌而来的剑气 剩下的一半剑气则被他手中太极抵消 阿九突然吃惊地看着张三丰的脚下 明明看他走了很远 为何地上的脚印显示他每一步都没离开原地三尺之外 那些脚印看似杂乱无章 可连在一起看 分明形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圆 见自己的万剑归宗就这样被张三丰破了 宋清书也是一惊 不过他并没有继续出招的意思 反而护在夏轻轻与阿九身前 戒备地看着对方 不知张真人为何突然出手 张三丰看到了宋清书脸上的面具 叹了一口气 果然是你 躲在甲山那里的任盈盈一张樱桃小嘴章的老大 刚才两人虽然交手极为短暂 可他如何看不出来两人展现出来的修为都远超他的认知 不过这并不是他最震惊的 最让他震惊的就是虚弱无手上的木剑 这柄剑可谓让他刻骨铭心 因为他是宋清书那个混蛋标志性的武器 平道其实一直很奇怪 令狐冲虽然得到风清阳真传 剑法绝妙无比 可没听说过对方拳脚上的功夫有什么厉害的 而你之前表现出来的功力 莫输令狐冲 恐怕连风清阳也比不上 张三丰又将目光移到夏清清身上 还有这位姑娘虽然武功不错 可离江湖上对我那位徒孙武功的描述 依然相去甚远 夏轻轻咬了咬嘴唇 一把扯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恭恭敬敬对张三丰行了衣礼 轻轻拜见太师傅 宋清书也苦笑着取下面具 太师傅 清书并非有意欺瞒 只是当初我误杀七师叔 实在没脸见您 看清宋清书的样貌 躲在假山中的任盈盈整个人一下子就傻眼了 怎么会是她 这么说来我是和她拜的唐成的亲 想到自己像个傻瓜一样求她自己退婚 任盈盈脸色不禁一阵轻一阵红 不过也许是今晚震惊的事情实在太多 她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生气 反而有一种如是重覆改 与其被另一个陌生男人占便宜 便宜性送的那混蛋 似乎更能接受一点 任盈盈自己都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吓了一跳 整个人一下子就吃了 我怎么会这么想啊 难道我喜欢上她了 第648章神秘失踪 任盈盈急忙摇头 不停安慰自己 之所以这样想 只不过是因为当初在玉桶里该占的便宜 已经被那个混蛋占了 再吃点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就是女孩子奇怪的逻辑 她们宁愿被一个男人多占点便宜 却不愿意接受被两个男人同时占便宜 任盈盈愣神的功夫 张三丰也愣住了 据她所知 夏清清是前任金蛇王元承治的夫人 可这个时候居然喊自己太师傅 在看她与宋青叔的神态 张三丰哪还能不明白两个人的关系 自己这个徒孙 在这方面可比自己厉害多了 张三丰微微摇头 尽管她觉得宋青叔勾搭人家遗孀不道德 不过从夏清清脸上看不到半分不情愿的意思 她很快就释然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随他们去吧 李七师叔遭逢大难 你虽然难逃罪责 不过他自己也有责任 若不是他 哎 张三丰欲言又止 最后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宋青叔心中一惊 莫非当年那庄旧案还有什么隐情不曾 张三丰不愿意众提伤心事 转移话题问道 青叔 你刚才那一件是什么名堂 凭到这百年来从没见过威力这么大的见招 这是我自创的招式 叫万剑归宗 宋青叔公公敬敬达道 随即补充了一句 我本以为凭借这一招江湖中在无敌手 结果太师傅云淡风轻地就将其化解 果然是深不可测 新叔对太师傅的景仰 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又犹如黄河泛滥 一发而不可收拾 停停停 新叔你在哪里学得这么有嘴滑舌 张三丰被他连珠炮发时的马屁弄得头大不已 太师傅接你这一招 哪有你说得那么容易 你自己看看 说完便将一直背负在身后的双手扬到了身前 三人定睛看去 只见他一对宽大的衣袖此时早已破烂不堪 显然是见气所致 宋清叔脸上鲜事一喜 不过很快意识到不对 马上一本正经地说道 清叔真是该死 明人可一定陪太师傅一百套道袍 张三丰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之前见自己的绝招被我接下来了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现在知道我不是毫法无损 心中肯定得意极了是吧 宋清叔善善地答道 哪能呢 我这点为莫本领当然比不上太师傅了 就拿刚才您轻描淡写那一拉 一靠一送 就差点摔了我一个狗吃屎 不是我吹牛啊 太师傅 以我现在的武功 这江湖上谁想一招之内让我这么狼狈 估计除了您也没谁了 宋清叔这通马屁恰好骚到了张三丰的养储 毕竟他活了一百多年 早就无欲无求 不过近年来自创的太极却让他在意不已 实战这么有效果让他喜不自惊 嘿 你也不用旁敲侧及探听这招 告诉你也没什么 这招是我近年来闭关创出的一套新武功太极拳里面其中一事 揽却尾 宋清叔眼前一亮 默默念叨 揽却尾 果然形象 招如其名 好了清叔 太师傅此番前来其实是有事问你 张三丰 张三丰突然神情疑速 太师傅尽管开口 清叔必定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见张三丰一脸凝重 宋清叔心中莫名一警 难道出什么事情了吗 张三丰缓缓说道 你应该记得前段时间你四师叔和六师叔前来参加金蛇大会一事吧 宋清叔点点头 我当上金蛇王之后 四师叔和六师叔还留下来协助我们一起抵御清兵 事后他们就回武当了 说着说着宋清叔突然一惊 莫非两位师叔出了什么事情不曾 张三丰叹了一口气 不只是他们 还有你爹 宋清叔先是一愣 过了一会儿他才反映过来自己在这个世界还有葛爹的 张三丰的大弟子 宋远桥 一直以来 宋清叔都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毕竟他是穿越而来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宋清叔 平白无故多了葛爹 的确很难接受 不过回避是一回事情 对方真出事情了又是另一件事情 自己因为宋清叔的身体方才能重活一世 自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宋清叔对周芷若的执念以及对张无忌的恨 自己都能替他达成了心愿 没道理他爹出事了自己却袖手旁观 太师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宋清叔沉声问道 整个人仿佛一头续事待发的猛兽一般 张三丰看得暗自点头 这孩子总算有些孝心 说实话 对墨生骨被杀一事 他难免有些戒怀 只不过图师大会上宋清叔已受了应得的惩罚 再加上后来宋清叔替汉人出生入死 抗吉达子葫芦 张三丰方才渐渐原谅他了 不过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张三丰总担心江湖传闻有美化宋清叔之嫌 所以借这次机会出山来亲自考察对方一番 不过之前宋清叔这一通装神弄鬼 还有和几个女孩子之间不清不楚 让他心中略为有些不喜 直到现在看到宋清叔的反应 张三丰方彻底解开心结 毕竟贪花好色只是小结有亏 只要对方大意上不含糊 那就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是这样的 自从当年赵明喜结六大派过后 为了避免发生类似事情的时候 武当猝不及防 我便定下了一个规矩 凡是下山的弟子每到一处都要飞歌传书 回紫霄公报平安 这样一旦出了事情 武当派弟子才好第一时间制定相应的行动 松熙和离亭之前的行踪都没问题 可是离开金蛇营后 没过多久 武当就再也没收到两人的信息 我们立刻知道他们恐怕出了事情 因为他们是在金蛇营势力范围内失踪的 我就派了远桥下山调查这件事情 本想你们父子联手 应该能找到松熙和离亭的下落 谁知道远桥去了没多久 也失踪了 张三丰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我清楚自己这几位弟子 他们江湖经验丰富 武功虽算不上天下无敌 可自保绝对绰绰有余 这次集体下落不明 肯定是碰到了一个极为厉害的对头 我如果再派你二师叔 恐怕连他也保不住 所以我才亲自下山 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在为难我武当派 第649章线索 张三丰一向慈眉善目 给人一种先锋倒鼓的感觉 可如今说起这话的时候 一股逼逆之气油然而生 众人这才想起 他是江湖中公认第一人 已经好几十年了 宋清书同样沉声说道 对方敢在两位师叔 刚帮助完金蛇银后对付他们 而且还对 我爹下手 显然也是冲着我来的 太师傅你大可放心 以您在江湖中的地位 还有如今金蛇银的势力 对方应该不会把事情做绝 他们几位现在很大可能只是被囚禁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张三丰点了点头 清书你说的不无道理 宋清书继续说道 太师傅这件事既然发生在金蛇银势力范围之类 那应该不难查出蛛丝马迹 只要知道对方是谁 以太师傅的武功 再加上我 这天下之大 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们也能如履平地 将几位师傅还有 我爹他们救出来 张三丰瞪了他一眼 你这个臭小子倒是口气大 岂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宋清书嘿嘿笑道 碰上那些人外人天外天 当然犹太师傅您老人家对付 至于那些人内人天内天 徒孙应付起来就绰绰有余 张三丰被他一番歪论弄得哭笑不得 不过也明白对方所言非虚 若之前张三丰还担心江湖传言 夸大了宋清书的武功 可经过刚才交手 他心里清楚对方绝对比江湖传言的环要厉害 清清 阿九 你们马上召集金蛇营各个首领开会 我要将两位师傅失踪那天发生的事情 查个清清楚楚 宋清书此时神情已经变得肃目无比 虽然他计划着南下去招降李可秀 可如今发生了这么一件大事 他只好暂时将原计划搁在一边了 是 夏清清和阿九对视一眼 立刻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张松熙和英离亭倒也罢了 宋远桥可是他们未来的公公 谁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几分 两女匆匆离去 宋清书转身对张三丰说道 太师傅 这段时间您周马劳顿 还是先回房换身衣服休息一下吧 亦有几位师傅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也好 张三丰点了点头 到了他如今的境界 唯一的追求就是天道了 因此需要经常闭关打坐名思 这次若不是几位弟子同时出事 他也不会亲自下山 临走之际突然看了一眼 担任盈盈藏身的假山方向 张三丰迟疑一下 还是劝道 清书 色字头上一把刀 你要好自为之 宋清书一脸懒然 不好意思地说道 太师傅 我这人没什么追求 就喜欢金钱和美女 不 口误口误 事业和爱情 还望太师傅不要介意 张三丰先是一愣 玄疾哈哈大笑 飘然远去 风中隐隐传来一段话 果然够坦白 清书你要记得 以后你不管是修炼还是做人 只要记得不忘初心 便能问心无愧 宋清书整个人一下子有些迷惘 自己的初心是什么 当初穿越一时最大的心愿 好像就是报复张无忌那对狗男女 呸呸呸 我家只若这么傲娇可爱 才不是什么狗女呢 除此之外 当初自己好像还有一种 要拯救金庸小说世界里 各个可怜人的想法 可如今自己这些行为 是不是有些坠入魔道了呢 呸呸呸 什么魔道不魔道的 金钱和美人儿才是我的初心 只要与这个没有冲突 顺手拯救一下 可怜人倒也没什么 万一有了冲突 嘿嘿 如此一想 宋清书顿绝豁然开朗 念头通达无比 等几人远去 宋清书来到任盈盈面前 看着眼前这个漂亮的新娘子 任盈盈倔强地仰着头盯着她 如今她心中充满了被戏耍的愤怒 一时间反而忘了害怕 宋清书随手一点 解开了她的穴道 你这样戏弄我很开心吗 任盈盈紧紧咬着嘴唇 愤怒地说道 是挺开心的 宋清书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你 任盈盈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承认 一下子被她的厚颜无耻惊呆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闹 我还要去查你公公的下落 宋清书转身便走 我公公 任盈盈一争 显然没有反应过来 宋清书回过头来 指了指她身上大红的嫁衣 我们已经拜堂成星 我爹自然就是你公公 你无耻 任盈盈怒道 若不是你用卑鄙手段骗我 我又岂会与你拜堂 宋清书神色一朗 任大小姐 你要搞清楚 你是我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你一方面和我达成协定 另一方面却暗中设法破坏这门婚事 若不是我隐藏身份之时 无意中救了你 恐怕早就被你算计的 一干二净还不自知 这只能证明 苍天有眼 被她一通促落 任盈盈脸色苍白无比 她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辩驳的话 我会将今日拜堂成亲仪式修书一封告诉你爹 由我太师父主持 想必你爹也没什么意义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宋夫人了 这段时间你就留在这里吧 顾摸着金蛇银众人聚集得差不多了 宋亲书转身便走 我恨你 身后传来任盈盈带着哭腔的声音 宋亲书暗暗摇了摇头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如果不是出了这档子事 以她的手段 早就将任盈盈收拾得服服帖帖了 如今父亲生死未卜 尽管只是名义上的父亲 但宋亲书依然做不出境洞房的事情 只好将他晾在一旁 不过他心中也明白 被这么一闹 再想得到任盈盈的心 恐怕难上加难了 自从于满清一战过后 金蛇银遵循着韬光养晦的策略 犹如一头雄狮暂时直服了下来 可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整个金蛇银彻底动员了起来 从张松熙英离亭失去联络的地方 开始扇行地毯式搜寻任何与两人失踪有关的信息 阿九与夏轻轻前段时间的辛苦整边果然见了成效 三天过后 手底下的人便传回了消息 找到了一处破庙 张松熙和英离亭很可能就是在那里遇到了敌人 第650章幕后黑手 在手下人查到消息之前 宋清书接见了索罗图一行人 知道大哥哥就是自己心目中崇拜的那个大英雄 乌云珠整个人兴奋到了极点 特别是回忆起对方抱着自己在空中飞驰 他简直就要幸福地晕过去了 因为不清楚隐藏在暗中的敌人是谁 宋清书需要腾出手来专门防备 所以一改之前准备故意刁难和谈使者 趁机在谈判桌上争取好处的打算 与索罗图的会谈进行得非常高效 宋清书很爽快地答应了对方提出的要求 搞得索罗图又惊又喜 他以为是宋清书顾念旧情 照顾昔日同袍 乌云珠从父亲那里的知境展 下意识以为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一颗芳心砰砰直跳 这就是宋清书始料未及的了 尽管乌云珠十分想留下来多陪宋清书几天 可索罗图还要急着回去复命 他一个大家闺秀更不可能孤身在外了 大哥哥 你以后会不会来经常看我 与宋清书告别的时候 乌云珠眼圈都红了 他知道这次的事情过后 自己再想离家出走就难了 会的 我肯定会来看你的 看到小姑娘纯净的眼神 宋清书这几天一直阴云密布的脸色终于有些好转 大哥哥你一定要尽快来哦 不然等停战协议结束过后 你恐怕不方便来京城了 乌云珠眉宇间难掩忧色 毕竟她身为八旗贵族小姐 宋清书却是一个超级大反贼 两人的身份实在太多障碍 宋清书却没想那么多 笑着答道 放心吧 就算停战协议结束后 我也有办法进京的 开什么玩笑 说起来燕京城可以算他第二个大本营了 不过外人并不知道这一切 乌云珠听他这样说 只当是他武功高强 进出京城比较容易 因此也没有多想 鉴于之前使者队伍被袭击 宋清书担心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形 导致金蛇银与满清的关系横生波折 再加上也不愿意看到乌云珠 这样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出什么事情 因此他特意调遣了一对精锐骑士 护送索额图妇女回燕京城 左冷禅等江湖豪克武功虽高 可是面对这样一只经过血雨火洗礼的正规君 也只能望阳心叹 主人 那个小姑娘对你有意思啊 干嘛不把她留下来 看着远处车队依然频频回头的乌云珠 阿死心中哼了一声 嘴上却是另一番说辞 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正皇旗贵族小姐 家族岂会容忍她亲近一个反贼 宋清书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不过是一个打死官家小姐 什么贵族不贵族的 见主人夸乌云珠 阿死心中一阵不爽 突然她眼珠一转 狡黠地说道 主人你骗人 以主人的性子 别说她只是个官家小姐 就算她是公主皇妃 主人若是想要 肯定有无数的办法把她弄到手 结果明明人家对您一副一往情深的样子 主人却偏偏放过了 实在是有些奇怪 前几天见识了她玩弄刃盈盈的手段 阿死简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她在新秀派这么多年 都没有遇到这么精彩的故事 宋清书顿时苦笑不得 阿死你倒是聪明 这么快就摸准了我的性子 你不会讨厌我吧 怎么会呢 阿死其道 我就喜欢主人这种不择手段的性子 如果主人是个正人君子 阿死反而觉得有些发储呢 宋清书眉毛一动 阿死这丫头真是知情逝去 越来越贴心了 自己虽然没有小招这样的丫鬟服饰 但中了一魂大法的阿死 比起小招来完全不遑多让啊 经不住阿死再三追问 宋清书只好答道 这次我 爹下落不明 我哪有心思想其他事情 等查到线索过后 我恐怕就不方便带着你了 到时候你就在这里安顿下来 协助阿久和清清 听到要留下来单独面对两位主母 阿死顿时慌了 主人 阿死就想跟在你身边麻 想到阿死种种妙处 宋清书心中一荡 不过他终究还是分得清清重 答道 这次我和太师父一起 我一个晚辈反而带个丫鬟服饰 这算什么 我可以服侍太师父他老人家啊 如果就你们二人 那一路上那些藏活泪 或岂不是都得主人宁去来做 阿死忍不住说道 我意已决 不必再说 宋清书摇了摇头 以我和太师父的功力 完全可以做到来去如风 遇到事情也能进退自如 要是带你在身边 实在不方便 这样啊 阿死一脸失望 启禀金蛇王九公主他们在边境附近发现一个破庙 有可能有线索 一个金蛇迎将士过来奏道 宋清书神色一动 拉着阿子说道 我们回去 通知太师父 宋清书与张三丰第一时间赶到了那座破庙 里面的东西乱成一团 显然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打斗 这是离庭的配件 张三丰突然神色激动 从一堆枯草堆里抽出了一柄长剑 太师父 您快来看这里 宋清书盯着眼前主子上一道入木三分的掌印 四叔和六叔有练过神麻高深的掌法麻 这不是松西和离庭留下的掌印 张三丰也走了过来 盯着主子上的掌印观察良久 突然移了一声 玄机皱眉不语 太师父是不是认出了这个掌印的来历 宋清书如今武功虽高 但论其对江湖上各门各派武功的熟悉 实在远远比不上张三丰这位一代宗师 这是少林寺的般若长 张三丰缓缓说道 少林七十二绝技掌法众多 比如大金刚掌 牵手如来掌 虚拟山神掌等等 每样掌法都威力巨大 不过在众多掌法之中 般若长是公认的少林掌法第一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想不通啊 太师父什么地方想不通 宋清书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少林 哼 我不找你你却来惹我 若是其他掌法 少林数百年来这么多弟子 总难免有所外泄 所以如果是其他掌印 我还不敢断定是少林所为 可这般若长乃少林至高无上的掌法 历代都只有少数高僧才有机会修行 保管极为严密 自然不存在其他人栽赃嫁祸的可能 可少林为何要这么做呢 张三丰一边喃喃自语 一边在庙中来回舵步 显然心中极为不解 第651章 张三丰的怀疑 宋清书横了一生 少林和武当关系一向不好 这百年来一直污蔑太师父偷学了少林武功 动不动就对外宣称您是少林叛徒 再加上当初龙门标局以及武 熟的事情 对方早已是武当为眼中钉 张三丰摇了摇头 武当派的武功 虽是我后来潜心所创 但推本溯源 若非觉远大师传我九阳真经 此后一切武功全是无所一平 他们说我的武功的字少林 也不畏过 宋清书陈生达道 那是太师父您获达 少林那些人可没这么好的涵养 再加上这两年轻书与少林四起了多次冲突 他们早欲除我而后快 此次他们偷袭两位师叔 估计是打着慢慢消耗我们的实力 等时机成熟 便突然发难 你说的不无道理 唉 看来频道要往少林一行了 张三丰从窗口望出去 看着远方天际 脸上浮现出一丝复杂的情绪 仿佛此时被勾起了昔日的回忆 太师父 我陪你一起去 宋清书心想 和少林的恩怨总该有格了断了 张三丰摇了摇头 你肩负着驱除打鲁的重任 有无数的事情等你做 你就不用一起去了 少林四人多是众 而且他们此次行为如此下作 到时候肯定不讲江湖规矩 徒孙怕您老人家双全难敌四守啊 宋清书急忙道 张三丰哈哈一笑 清书你不必担心 我虽然已经多年没出手 但书起打架 这一百多年来老道还没怕过谁 李当武当如今在江湖中的 赫赫威名是怎么来的 自从创派以来 这几十年有无促高手上山来砸场子 这名声还不是靠老道一拳一剑打出来的 宋清书难得见到张三丰这般豪气丛生的样子 不禁大拍马屁 您老人家当年的风采真是令徒孙神网 张三丰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随即摇头说道 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情 可是 见他如此慎重 宋清书也神情疑速 少林和我们武当虽然都有嫌隙 但这样公然对武当下手 实在有些说不通 张三丰看了看手中的常见 而且他们既然决定出手 没道理在现场留下这么明显的痕迹 又有离婷的配件 还特意留下了般若掌掌印 我担心说不定是有人躲在暗处 故意挑拨我们两派火并 好坐收鱼翁之力 张三丰短短一席话听得宋清书佩服不已 果然不愧是百年的阅历 任何阴谋诡计想要瞒过他的眼睛 实在是不现实 可太师傅不是说 般若掌是少林的不转之密码 宋清书其道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张三丰同样一脸疑惑 不管是真是假 我们上少林查探一下便知 少林寺上下会般若掌的高僧屈指可数 到时候就算是有人栽赃嫁祸 我们逐一排查 总能查到蛛丝马迹 宋清书答道 不错 这也是目前唯一的线索了 要救回你爹他们 非得上一次少林不可 张三丰点了点头 宋清书急忙说道 少林寺高手如云 如今又多了一个隐藏在暗处的敌人 我还是陪太师傅一起上少林讨功道好了 清书 你明明知道我的修为 语气却依然充满担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认为太师傅此去少林很可能会遇到危险 张三丰突然看着他 太师傅果然慧眼如炬 宋清书苦笑不已 若幕后黑手令有其人还好 若真是少林寺倒的鬼 少林寺千百年来名声响于武林 寺中高手不知反己 当今玄自备 空自备 方自备的各位高僧也就罢了 他们的武功虽然对一般江湖中人 已经是高山扬指的存在 但应当威胁不了太师傅 不过杜厄杜杰 杜南三人的金刚扶摩圈 当初连武功大长的张 张无忌都被困得束手无策 听到他提起少林三度 张三丰唯唯汗手 图诗大会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 三度座禅三十年前 早已心意相通 因此金刚扶摩圈威力成倍增长 对付起来的确有些棘手 张三丰说着说着突然叹了一口气 新书 你和无忌的恩怨只因周姑娘而起 如今你和周姑娘已经洗劫连理 就让这段恩怨过去吧 你们是武当第三代最杰出的代表 太师傅实在不愿看到你们同事操歌 谨尊太师傅教诲 宋清书恭敬达道 之前在黑木崖上饶张无忌不死 同时又让他练了一个自公版的西星大法 当初的仇恨便已彻底释怀了 如今他更多的是从大局上考虑 因为需要张无忌率领明教在西域拖住蒙古的脚步 当初便选择放了他 同样的道理 他今天也没有将张无忌被明尊夺赦的事情告诉张三丰 不然以张三丰对张无忌的喜爱 说不定会一幕之下杀上光明顶 那样实在便宜了蒙古 张三丰并不知道宋清书的想法 见他这般回答 不由满意地点了点头 清书 有些话太师傅从来没对人说过 现在就当和你聊聊天 你爹和几位师傅 受天资所限 无法真正继承我的一波 无忌虽然天资聪颖 但毕竟身为魔教教主 一身武功露术 与武当相去甚远 所以太师傅心中一直以来 都是把你视为继承武当一波的人选 只可惜后来发生了那样的事 张三丰一脸落寞 造花弄人 如今你一身成就 也与武当关系不大 而且你又当上了金蛇王 哎 可叹我武当出了两个精彩绝艳的三代弟子 结果都不能继承我的一波 宋清书嘻嘻笑道 太师傅也不用难过 三代弟子不行 就四代弟子麻 张三丰一争 哪来的四代弟子 宋清书笑道 您也知道我的爱好 现在我这么多女人 将来肯定会生不少儿子 到时候调几个资质好的给您送到武当来 张三丰忍不住笑骂道 等你儿子长大了 太师傅早死了 第652章 拉着张三丰逛青楼 宋清书一脸神秘 太师傅 相信我 您至少能活到两百岁呢 张三丰不经一阵 他如今造化天人 隐隐约约有种预感 自己估摸着还能活个百八十年 可宋清书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呢 见宋清书一脸得意 张三丰忍不住说道 既然你说到这里 太师傅不得不提醒你几句 正所谓二八少女体四苏 要奸杖奸斩于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按理叫人骨随枯 你如今这般贪花好色 不是长寿之乡啊 还是跟太师傅多学学养生之道吧 宋清书苦笑道 太师傅 要我像您那样终生不尽女色 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 哪有那么夸张 张三丰答道 正所谓藏经续气 感悟天人合一 像你太师傅 我如今已经一百多岁了 每天早上起来依旧一注情 可可可 不知道比多少年轻人还要精力充沛 这才是长寿之道 宋清书听得目瞪口呆 忍不住在他面前竖起了大拇指 福 太师傅 您活了一百多年都没尝过女人的滋味 未免太过遗憾 找个时间我带您去燕京城 城里最大的青楼是我开的 到时候找几个清纯的小姑娘服侍您老人家 您才知道什么叫事后一支烟 赛过活神仙 见张三丰脸色越来越难看 宋清书画风陡然一变 整个人也变得严肃起来 不过太师傅这样境界的人 追求的是天道 又岂会瞧得上这些凡人的低级欲望呢 清书刚才只是为了验证心中所想 太师傅果然光明伟岸 面对如此诱惑居然没有半分动心 这份定力实在比当年的佛祖还要高明几分 张三丰没想到他居然这般能扯 硬生生把话给原回来了 不由哭笑不得 臭小子这几年也不知道在哪里学的油嘴滑舌 还有话可别乱说 平道又岂敢和佛祖比肩 宋清书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来自后世的他基本没有这个世界那种尊师重道的概念 他并没有当张三丰说长辈 而下意识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对待 再加上平日里放浪行还惯了 因此不经意间就说出了之前那些混账话 见张三丰并没有责怪他 宋清书松了一口气 急忙解释道 当年佛祖正道之时 都差点受不住天魔波寻的诱惑 太师傅您刚才心中古井不波 没有半分异动 当然比佛祖厉害了 张三丰笑骂道 天魔波寻的诱惑又岂是你这小子那几句话比得上的 一老一少玩笑几句 宋清书突然想起之前张三丰谈道三度的金刚伏魔圈 只是说有点棘手 并没有其他什么反应 宋清书不由暗暗佩服 太师傅的修为果然深不可测 当年大成的张无忌可是被这三度的金刚伏魔圈打成狗 尽管明白如今的张无忌并非真正的张无忌 身体里是明尊的灵魂 不过也许是受这具身体的执念影响 宋清书对张无忌总没啥好感 因此说起对方便没那么客气 太师傅 少林寺除了三度之外 还有号称两百年来第一人的十三绝神僧玄成 还有一津津大成的方正 神秘无比的小和尚虚竹 这些人如果一勇而上 恐怕您双拳难敌四手啊 见张三丰沉吟不语 他知道是时候夏季猛药了 这些人其实倒不是我最担心的 我最担心的是少林寺藏经的那位扫地僧 扫地僧 张三丰眉毛一动 显然没听过这个人 宋清书急忙将原助理对扫地僧的描写主意到来 当然改得符合如今世界的具体情况 听得张三丰眼中一彩连连 以你如今的眼力 认为那个扫地僧一身修为不在我之下 那想必是八九不离十了 张三丰面露忧色 这样一来 到少林要人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也罢 你和我一起上少林吧 不过你要答应太师傅一件事 太师傅尽管纷纷送清书道 清书你年轻气盛 一身武功又惊世骇俗 我担心你到时候控制不住情绪 真和少林的高僧结下解不开的仇怨 毕竟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少林下的手 万一错怪好人 岂不是便宜了躲在暗处的阴谋家 这才是张三丰一直犹豫是否让宋清书陪同的原因 上次回少林为小无忌求九阳真经 那些僧人咄咄逼人的嘴脸他依旧记忆犹新 他活了百年 早已将一切看开 自然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动物 可宋清书年纪轻轻 未必受得了那个气 要是到时候因为口角大打出手 实在非他所愿 不过他虽然性子随和 却并非运辅之辈 若是少林似真隐藏着一个不雅于自己的顶尖高手 他如果还坚持一个人上山 实在有些不至 太师傅放心 到时候清书一切听您吩咐 听到张三丰的话 宋清书有些不以为然 自己已经和少林结下了解不开的仇怨了 当初江南少林古兴故意几十年的计划彻底破坏 之后又与少林多番交捂 少林那些人恐怕早就打算除掉自己了 尽管如此 他还是选择了一起上少林 毕竟以他如今的武功 还有张三丰同路 他不幸少林寺能奈何得了自己 两人决定立马动身前往少林 夏清清与阿九等女之道过后也想一起去 但宋清书思考再三 还是拒绝了 他们二人武功虽然不错 不过在那种情况下 他们能起到的帮助有限 而且金蛇营这边还需要人坐镇 另外李可秀那边总得派人去联系一下 于是他安排夏清清继续坐镇金蛇营 阿九则带上他的亲笔书涵前去拜访李可秀 尽管自己不能亲去 但以阿九前名公主的身份 也足见金蛇营对他的重视 只不过宋清书清楚 李可秀手握十万绿营兵 是各方势力竞相拉拢的对象 阿九此去未必有效果 任盈盈则趁众人外出之际 趁机逃了出去 宋清书听了这个消息 只是暗暗叹了一口气 下令随他去 不许手下人去捉纳他 至于阿子 自然被宋清书留了下来替下清清分忧 安排好一切过后 一老一少便踏上了前往少林的征程 第653章欧欲救人 这一路上宋清书 自然不会浪费这样一个好机会 不时向张三丰请教武学中的精维深奥 在与自己的心得互相印证 几日下来 他所学的几门截然不同的武功 竟然隐隐有了融会贯通的迹象 宋清书不有感开万千 张三丰不愧是金书体系中 概观论定语达摩比肩的人物 这修为语见识 当真称得上学就天人 深不可测 张三丰同样对宋清书的悟性非常惊讶 往往自己稍加提点 对方就能立刻领悟 让他不禁暗暗奇怪 以前清书似乎资质没这么高啊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大器晚成 张三丰并没有多想 看到宋远乔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他高兴还来不及 很快他就察觉到宋清书一身所学非常繁杂 不由好奇询问图师大会后他的经历 当听到宋清书的王羽燕指点 前往荆州城得到神赵金仲许经脉 张三丰不有感开万千 你口中的王姑娘不过二八少女 居然对天下武学如蜀家珍 这天下果然是藏龙卧虎 跨完王羽燕后张三丰又开始感慨 我早年听闻神赵金有其死回生之功效 只当是江湖忠义额传额 没料到真有其事 神赵金虽然声名不鲜 但听你的描述 其今生奥妙实在不在意津津 九阳神功九阴真经之下 待听到宋清书因意外武功尽失 到驻马寺得到欢喜禅法 张三丰更是震惊 莲花大是乃密宗极为显赫的人物 没想到他依然尚在人世 不过他很快眉头一皱 难怪你现在贪花好色 原来是受这门功法所影响 据我所知 这些年来密宗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练成这门武功 大多促最后为欲望所控制 多入魔道 最后自取灭亡 宋清书一脸冷汗 急忙打断道 太师父这些我也知道 可是当初我除了学这个 也无他法 隐阵止渴也认了 张三丰关切地问道 这门功法协议得很 功力越高 心魔就越重 你身上是否发生过甚麻痹状 感受到张三丰的担忧 宋清书心中一满 急忙打道 的确曾经差点被心魔迷了心智 随即把当初沉溺于紫禁城里的事情和他说了 当然经过了他的处理 隐瞒了其中一些秘密 张三丰不惊奇道 以 以你如今的功力 据我所知 所遇到的心魔绝不该止于此啊 为何这门功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宋清书坦然一笑 也许我本来就是个 贪花好色之徒 与这门功法有缘呢 张三丰平平点头 你说的不无道理 想那密宗 虽然没有色戒 但以双修练功 实在有为佛理 历代密宗高僧只要修行 心中就难免产生一种罪恶感 日积月累之下 心魔就越难驱除 打向你这个混小子 对双修简直求之不得 反而因祸得福 没有产生相应的业障 宋清书听得傻眼了 原来好色居然还有这好处 张三丰摇了摇头 若是你滥用这门功法去祸害良家女子 同样也会产生心魔 静豪你小子虽然好色 却还有几分疯骨 没有去作纳采花之事 宋清书面色古怪 其实真算起来 花也是有彩的 比如小童厚 南兰 洛宾 不过这些大都是靠他自身手段 而非利用欢喜缠法去引诱 当然 看着张三丰先锋到谷的样子 他自然不敢拿这些事情去污了他的耳朵 张三丰又询问了他一些关于欢喜缠法的问题 思索良久过后 说道 清书 如果太师父所料不错 只要你能谨守不忘初心四字 或许真能修成这从来没人练成过的无上神功 宋清书知道以张三丰的修为和见识 绝不会无地放始 见他这样说 心中顿时犹如一颗大石落地 忍不住笑道 也不知真正修成后 会有什么效果 张三丰望着天际的白云 若有所思 相传当年的皇帝玉女三千 最后白日飞升 你这门功法说不定也有相同的效果 白日飞升 我才不稀罕 哪有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大大的后宫来的痛快 宋清书不住摇头 突然心中一动 急忙说道 太师父 您追求的道家最高境界不就是白日飞升吗 要不我将这门功法教你吧 以您的定力 就算玉女三千 也绝对克服得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心魔 张三丰听得一头黑线 忍不住笑骂道 滚你的 但突然他神情一速 见宋清书也收起笑容望向自己 不由问道 你也听到了 嗯 宋清书点了点头 离此地处理外转来了打斗声 听那战士 对战双方似乎是两绝顶高手 两人此行有要事在身 本不欲多管闲事 但对方交战场所正好横在两人前进的路中间 两人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 但以他们的武功 自然也没有刻意避让绕路的道理 便禁止往声音发出的走去 没过多久 对战双方的情况尽收眼底 只见一个黄衣僧人与一个轻袍中年人 你来我往 正逗得不亦了呼 此人手掌挥出 似乎能产生无形刀器 而且明明只出了两掌 却有八道尽力 少林何时多了这样一位高手 张三丰看得暗暗心惊 另外那青山中年人也不遑多让 一双手掌上下纷飞 护住了全身要血 同时隐隐封死对方接下来的招式 而且看那僧人似乎颇为忌惮与他队长 察觉到周围出现了外人 场中两人不约而同收工后退猝步 一边暗暗戒备对方一边往张三丰两人望来 待看清宋清书的样貌 两人不禁同时大喜 贤婿 快助我除掉这番僧 吃地 小心这魔头的邪功 两人不约而同出声 待听到对方的话 不禁双双一愣 你们认识 宋清书哭笑不得 这两个说起来都是老熟人了 黄衣僧人脸上神采飞扬 隐隐似有宝光流动 自然就是阔别已久的大伦明王揪魔智 青山文是眉目清秀 只是脸色实在白的怕人 正是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 见都是熟人 这长架自然打不起来了 两人横了一声 便同时收工 宋清书苦笑道 你们二位为什么会打起来的 第六百五十四张筑拳 任我行为好气地横了一声 你自己问他 我来河南分坛是为了铲除教中被名教收买的事例 谁知道碰到这丝 知道我的身份后 二话不说就动手了 见宋清书询问的目光 揪魔智不经苦笑道 小师弟 你也知道我这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四处找人比武 当初在紫禁城败于东方不败之首 我回土藩闭关勤学苦练 自觉武功大进 想重新找东方不败比试 一雪前耻 谁知道后来才知道东方不败已经被这位任先生夺了教主之位 下落不明 我寻思他既然能打败东方不败 武功必然了的 和他比试也是一样 又担心他拒绝 因此便直接攻击逼他出手 小师弟听到揪魔智对宋清书的称呼 任我行不由其道 宋清书苦笑道 昔日我曾在土藩柱马寺的莲花生相传密宗绝学 因此某种意义算起来 我的确是冥王的师弟 任我行眼中一光一闪 难怪宋清书年纪轻轻 一身武功却如此害人 原来寄予如此之奇 居然还学过密宗的神功 宋清书接着向揪魔智介绍道 冥王 这位是小弟的岳父 当今日岳神教教主任我行 揪魔智心中寻思 每次见到你你身边都跟着不同的家人 如今又成了信任的女婿 难怪师父会传你欢喜禅法 小僧揪魔智 见过任先生 任先生的悉心大法果然名不虚传 小僧佩服佩服 之前多有得罪 还望任先生见谅 揪魔智双手合十 行了衣礼 任我行这才脸色好看了一些 急忙答道 阁下的火焰刀 也是高明的井 任某自愧不如 见两人互相吹捧 宋清书忽然想起一旁的张三丰 急忙对两人介绍道 这位是宋某的太师父 李的太师父 揪魔智和任我行双双一愣 因为宋清书一直没有以武当门人自居 他们二人自然也不会往这边联想 任我行心中一惊 能叫出宋清书这么厉害的徒孙 这人恐怕武功高的难以想象 揪魔智第一反应则是自己怎么从没听师父说过他还有个师父 待看到对方一身倒是打扮 才知道原来是自己想差了 对方与密宗没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宋清书中原的太师父 张三丰唯唯一笑 上前说道 平道武当张三丰 见过大伦明王 见过任教主 张三丰 两人听到对方自报姓名 其祈祷吸一口凉气 无论是魔教教主也好 还是远在西锤的大伦明王也好 都知道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那可是中原武林公认的第一人 是以任我行虽然素来狂妄 却一直约束教仲不要得罪武当门人 揪魔智挑遍中原武林 却从没想过上武当山自讨没趣 见过张真人 两者急忙行礼 两位同为一派之主 不必这么客气 张三丰话音刚落 揪魔智与任我行便觉得一股柔静传来 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扶了起来 任我行心中一领 刚才并没有看到张三丰伸手 对方甚至连袖子都不曾动一下 这份随心所欲的功力 自己实在是望尘莫及 揪魔智却响身了一层 对方这一手与少林的无相截指 似乎有一曲同工之妙 都是发力于无形无相之间 不过无相截指虽名字叫无相 但毕竟需要招式发出 对方怎么办到的 自己却看不出半点头绪 宋清书不知道张三丰轻描淡写的一手 就振折住了两大高手 见两人沉吟不语 心中挂念着营救宋远桥等人之事 便抱拳说道 我们二人如今有要事在身 不便久留于此 还望两位不要介意 任我行其道 贤婿 你们行色匆忙 梅雨兼带着忧色 究竟出什么事情了 任我行素来心思缜密 很快就发现了两人的异常 所以他心中大齐 以这两人的武功 以及张真人在江湖中的威望地位 还有什么事情能难到他们 揪魔智文言也说道 是啊是弟 说来听听 师兄虽然武功低违 但说不定能帮上忙呢 宋清书迟一片刻 想到少林寺高手如云 若是能得到这两人相助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见张三丰并没有隐瞒的暗示 他便将宋远桥等人失踪一事说了 并告诉了对方 他们准备上少林茶葛就禁 任我行森然一笑 贤婿你的事自然就是我的事 更何况少林寺那些 突吕与松山派姓左的狼狈为奸 处处与我们神教为难 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上少林 算上任某一个 揪魔智也朗声笑道 师弟 我本来正打算接下来拜访少林 领教他们所谓的七十二绝技 正好 同去同去 张三丰听得眉头为皱 这两人虽然武功高强 但都不是正道人士 此去明显不怀好意 若和他们一道上山 实在有损武当轻遇 宋青叔自然明白他的顾虑 急忙抢先说道 太师父 他们都是自己人 既然有心相助 我们多个人也多份力量 救回几位师叔的把握也大上几分 张三丰本来尚在迟疑 听他这样一说 觉得也有几分道理 若幕后黑手不是少林还好 若真是少林 有青叔提到的那位扫地孙在 平爷孙两人想从人都市中的少林寺 救出远桥他们几人 的确显得力有未待 也好 只是还望二位到时候 不要和少林伤了和气 张三丰说道 这是自然 一切听从张真人安排 尽管任我行和揪摩 至心中有些不以为然 但他们自然不会反驳张三丰的话 有了两人加入 宋青叔底气更足了几分 一边赶路一边寻思 若不是顾忌太师傅不同意 按我的性子 上少林前绝对会广妖帮手 除了这两个之外 什么东方不败 萧峰 欧阳峰 杨妙真 能叫得通通都叫上 不把少林翻个底朝天才怪 等等 任我行见到东方不败 恐怕自己先打起来了 萧峰更是视少林为师门 恐怕也不会帮我 宋青叔正在沉思之际 任我行突然问道 青叔 萧营前不久说来金蛇银找你 你见到他了没有 第655章 剑拔弩张 何止是见到 我们还拜堂成亲了呢 宋青叔苦笑道 啊 任我行一下子经住了 太师傅是我们的证婚人 宋青叔连忙将整件事情 有选择性的和他说了一遍 当然从他口中 任营营绝对不是被骗 而是自愿和他拜堂的 任我行心中顿时不是滋味 心想你们拜堂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请我这个当爹的呢 而且这么匆忙 婚礼明显太过简陋了 宋青叔一眼便猜出了他心中所想 急忙解释道 还望岳父大人不要介意 主要是这次我爹这边出了事情 等救回我爹他们之后 我必定风风光光伴一场婚礼 迎娶盈盈 任我行这才转目为喜 嘴上却说道 有张真人证婚 那是盈盈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哈哈哈哈宋青叔 与任我行窃窃私语的时候 揪摩志正在向张三丰请教问题 揪摩志此人 自负武功 素来狂妄 不将中原武林人士放在眼里 只不过张三丰威名太甚 他没有十足把握之前 也不敢去武当挑衅 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 能试探对方的深浅 他自然不会放过 因此一路上都拿武学上的问题 向他讨教 张三丰果然不愧一代宗师 面对对方故意刁难的一些问题 往往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了 让揪摩志即惊且句 更生不起与他动手的念头了 一行四人就这样来到了松山脚下 宋青叔本义是趁夜进去查探一番 但张三丰不许 以他的地位实在做不出 这种有失身份的事情 宋青叔一想也有道理 只好决定正大光明地拜山 一行四人上了少世山 张三丰就地重游 一起九十余年之前 师父觉远大师挑了一对铁水桶 带同郭湘和自己逃下少林住 本书设定这里的郭湘 并非郭敬女儿 同名同姓而已 此时回首前臣 其只得适 他心下甚是感慨 缓缓上山 但见五丰如旧 悲凌如席 可是绝远郭湘诸人 却早已不在人间了 四人到了一尾亭 正好两名少年僧人 谈笑着走来 张三丰上前说道 相反通报 便说武当山张三丰求见方丈大师 那两名僧人听到张三丰的名字 失了一惊 明目向他打量 但见他身形高大异常 须法如银 脸上红润光滑 笑眯眯的甚是可清 一见轻步道跑却是污秽不堪 那两个僧人不禁心想 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大宗师 武当派跟我们少林派向来不和 难道是声势打架来了吗 不过看他随行的这三人气宇不凡 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 被三人目光一扫 两名僧人顿绝一股无形压力传来 下意识变信了八分 阁下真是武当山的张 张真人麻 张三丰笑道 或真价实 不敢假冒 另一名僧人听他说话全无一派宗师的庄严乞丐 有些不幸 不过不敢再问 只好转向宋清书三人 敢问几位的名号 宋清书三人一一通报了身份姓名 两名僧人顿时傻眼了 他们这辈子连一个这样的大人物都没见到 哪知一下子见到了四个 两名僧人对视一眼 虽然有些怀疑 可对方表现出来的气度让他们不敢怠慢 急忙飞步回四通报 听到张三丰清零 随行的环有金蛇王送新书 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 大伦明王揪魔智 这几人无论哪一个都是江湖上最顶尖的高手 整个少林寺一下子震动了 古仆的钟声响彻方圆处理的寺庙 一边召集全寺的僧侣到大雄宝殿集合以备不时之需 一边派人去请松山派的左掌门 玄辞方丈则带着玄空 方几个自备的高僧率先迎出了寺庙 一路上玄辞与寺中高僧商议道 张三丰百岁的修为 武功深不可测 举世有谁是他的敌手 他此番前来 自是有恃无恐 而且随行的宋亲书和任我行 一个在金蛇大会上挤压天下英雄 一个是魔教教主 一手西星大法独步武林 另外那的揪魔智虽然名声不鲜 但能与他们同路 想来武功也差不到哪里去 这么多高手一同前来少林 说不定存着把少林给挑了的念头 就算我们不是他们对手 玄辞千百名和尚义勇而上 也要维护少林四千年生育 其余僧侣尽数点头 纷纷达到 是与少林共存亡 没过多久 四门打开 见到张三丰四人 玄辞不由暗暗叫苦 本来还希望是几个旺人来戏弄少林 没想到真是他们来了 大敌当前 玄辞很快收拾心情 带着朱玄 朱文 朱空师兄弟 以及十几个达摩院的长老迎了上去 平僧玄辞 见过几位 玄辞何时为礼 张三丰见玄辞双眼神光内敛 显然一身修为极为高深 不禁暗暗感叹 玄辞大师与清凉寺的神山上人 并称降龙俯虎罗汉 少林千年的积累 果然名不虚传 宋清书则打亮着眼前 这个一脸正气的老和尚 不由暗暗撇嘴 你能瞒过天下人 可如何瞒得了我 当年你破了色界 和叶二娘生下一孩子也就罢了 之后对叶二娘母子不闻不问 任由叶二娘为霍武林 同时做事昔日老有一个一个死于非命 也不肯表明自己带头大哥的身份 当真是好一个道貌黯然的高僧 不过他清楚这个秘密及有利用价值 现在还远不到揭露的时候 张三丰当然不知道这一切 公身行礼 说道 有劳方丈和众位大师出营 何以客当 宋清书等人虽然有些不爽 也只能跟着行礼 任我行心中冷恒了一生 本座纵横江湖 这几个臭和尚哪里当得起我衣礼 揪魔智却是寻思 传闻少林高手如云 眼前这些人武功虽然不错 但每一个是我的对手 哼 若不是看在张真人的面子上 先让你们受我一败 等惠儿不好好折辱你们一番 显不出平僧的本事 全此连忙何时为理 问道 张真人与几位远来 大出小僧意外 不知有何见欲 张三丰道 平道有一事相寻 全辞道 诸位请坐 请坐 张三丰在亭中坐定 极有僧人送上茶来 任我行早就心中有气 见状冷笑道 我们三人倒也罢了 在江湖中虽然有点薄明 但和张真人比起来 只不过引火之光 人家张真人好歹也是一派宗师 算起来也是你们前辈 如何不请近似 却让他在半山坐地 便是对待寻常客人 也不该如此礼貌不周吧 少林当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双方本就互相忌惮 任我行话一说完 少林诸僧纷纷色变 空气中气氛顿时紧张下来 第656章火星四剑 全词说道 若是几位单独光匠碧山 仍该恭迎入寺 只是三位和张真人一同前来 张真人少年之时不够而离少林寺 本派数百年的规矩 张真人想意之道 凡是本派企图叛徒 终身不许再入寺门一步 否则当受消族之行 张三丰笑而不语 宋卿书却没那么好的性子 冷笑道 太师傅年幼之时 虽曾在少林寺服侍觉远大师 但那是扫地烹茶的杂役 既没有剔度 亦不败师 怎么算得上是少林弟子 全词冷冷地道 可是张真人却从少林寺中 偷学了武功去 宋卿书回忆起张三丰 曾亲口说过的那句话 我武当派的武功 虽是我后来潜心所创 但推本溯源 若非觉远大师传我九阳真经 顾女侠又赠了我那一对少林铁罗汉 此后一切武功全是无所一平 说我的武功的字少林 也不畏过 不过张三丰看得开 却不代表宋卿书看得开 见少林寺张口闭口 就是叛徒之类的字也 不禁怒气上涌 你们口口声声 污蔑太师傅偷学了少林的武功 那如今武当的武功江湖中人所共之 你们道是说书哪一门功夫 是你们少林的功夫 全词淡淡说道 张真人的九阳神功便是必四之物 宋卿书不经语色 不过他素来心思机敏 很快便有了主意 太师傅要真会九阳神功 当年就不会带着张无忌来少林四寿 你们白眼了 再说了 当今世上只有名叫教主张无忌 一人会九阳神功 而他的九阳神功秘籍 则是来自昆仑一处山谷 可不是来自你们少林 真算起来 说不定反而是你们少林 不知道从哪里偷学了一些九阳真经的片段 便扯着虎皮做大旗 吹嘘九阳神功是你们少林之物 听到他的话 对面一干僧侣纷纷大怒斥责起来 悬辞眉头一皱 不过幸亏他身为方丈 对这段往事也略知一二 缓缓达到 当年本寺的九阳真经被尹克希 萧香子盗走 想必张教主在昆仑得到的秘籍 正是二人盗走的秘籍 此事张真人也是知道的 张三丰点了点头 陈生说道 清书 不可无礼 还记得之前你答应过我什么麻 宋清书无奈地点点头 心中不有苦笑 太师父啊太师父 您又何必这么老实 本来只要您否认 我三言两语就能让少林以后再也没法拿此事说相 不过他心中清楚 张三丰是何等人物 自然不屑于说谎 平道今日前来并非为了何贵四争论当年旧事 而是另有所求 张三丰心平气和地说道 全词与方正对视一眼 心想 不知他来干甚麻 带了这么多高手一同前来 想来不见得有甚麻好意 全词便道 请示其想 前不久我几个徒人相继失踪 张三丰缓缓而谈 将张松熙 英离亭失踪 以及后来宋远桥去找他们同样失去联系的事情说了一遍 全词不经其道 宋大侠等人遭此大难 平僧深感遗憾 只不过真人为何会来少林呢 莫非是怀疑我们少林下的手不曾 宋清书哼了一声 从包袱里拿出在泼庙里挖下来的木板 指着上面的掌印说道 各位大师都是高手 想必认得出这是什么功夫造成的掌印吧 咦 方正大师接过木板一看 游子有些不敢确定 递到了玄辞面前 师兄 你看这是不是 玄辞不经点头 不错 这的确是本司的般若掌掌力所造成的 见对方确认 宋清书便伸手摇摇一息 便将玄辞手中的木板吸了过来 这一手顿时让场中众人纷纷失色 玄辞心中寻思 我虽然没有防备 但我手中之物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拿走的 对方这样虚空一抓 便将木板夺了回去 莫非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擒龙公 揪摩智也是看得暗暗心惊 一段时间不见 他的武功似乎有突破 也不知道我的控和功和其他这一抓比起来 谁胜谁负 任我行也是沉思不已 我的吸星大法也有类似效果 只不过一般只能对付功力远不及我之人 要从少林方丈手中这般轻松夺取东西 恐怕很难做到 轻松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上次玄成扮于张三丰之首 回来闭关苦修 今日听到四中锦中大明 方才出观察探 这才比其余诸僧晚出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玄成不经大怒 怕你们毁灭证据啊 宋卿书淡淡达到 玄成听出他语气中的讥讽 忍不住说道 信宋的 把话给我说清楚 在下虽然没怎么读过佛经 却也明白修佛之人 借贪 借称 借吃 阁下言语之中火气这么大 看来修为不到家啊 宋卿书一番话气的玄成 蹊跷生烟 不过他也懒得继续理对方 而是对玄辞说道 方丈 你可知这块木板是在哪里找到的 玄辞心中隐隐约约有个不好的猜想 可是到如今 只好硬着头皮问道 老那不知 还请金蛇王指教 宋卿书神色木然 我张四叔 应六叔失踪的现场充满了打斗痕迹 而这块般若掌掌印 势则留在了现场 此时还望众位大师给我们一个解释 虽然之前依旧隐隐猜到 可听对方说出来 宣词还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周围群僧也纷纷色变 此事绝非少林所为 还望张真人明察 全词急忙说道 张三丰叹了一口气 平道也不相信他们的失踪与贵寺有关 不过我那两位徒人武功虽说不高 却也并非一般人能制服的 般若掌又是贵寺不赚之密 能将般若掌修到如此境界的 除了贵寺高僧外 平道实在想不出江湖上还有其他什么人 一旁的控制文言按捺不住 指着张三丰怒道 听张真人的意思 莫非是要冤枉我们少林是此事主谋 少林见闻空智寺大神僧之中 空见慈悲为怀 可惜世事最早 空闻城府极深 喜怒不形于色 空性浑浑噩噩 天真烂漫 不通事物 空智却气量贬爱 长觉张三丰在少林寺偷学了不少武功去 反而十五当派的名望 轻轻然有凌驾少林派之事 向来心中不愤 是以犹如火药桶一般 一点就诈 任我行身为魔教教主 平日礼何等快意愣愁 今日却平白无故 跟着张三丰受了一肚子气 正在恼怒之际 见空智动作无礼 顿时冷笑道 素闻少林见闻性致四大神僧何等了得 今日一见 却不外如是 空智突驴 本座看你身材瘦小 又愁眉苦脸 正是一副短命夭折之香 还是注意一下言行的未好 第657章 魔教教主的实力 你 空智顿时大怒 他身为少林寺大神僧之一 少林七十二决一更是精通十一门 在门中仅次于玄城以及方正 平日礼眼高于顶 素来自负 哪受过这样的侮辱 只不过对方是日月神教教主 他心中有些顾忌 可心中怒气又无处发泄 只好一掌披在了亭泽四周的栏杆之上 只听克拉一想 那栏杆尽数折断 木片纷飞 灯石粉碎 这一掌时是威力惊人 任我行眼神一宁 空智突驴 你在这里耍什么横 莫非以为本座是这栏杆 会任你批不成 有胆就和本座过上两招 只敢在那里对死物逞威风 当真是一笑大方 张三丰不禁头疼不已 见双方一触即发 有心阻止 可任我行乃一派之主 并非武当中人 此行一同上山毕竟出于好意 他也不好横加干涉 空智刚才好不容易才忍住冲动 又听到任我行撩拨 哪里还受得住 大吼一声 怕你不成 随即挥掌急了过去 全词虽绝不妥 不过空智本就是四中顶尖高手 这时愤然出手 他想阻止又哪里来得及 来得好 任我行一直出言挑逗 自然做好防备 见对方率先出手 他就没必要客气 宁笑一声 整个人便犹如一发炮弹 一般迎了上去 两人你来我往 眨眼之间就对了石醋招 拳脚相交的气静 震的周围的众人 衣衫烈烈作响 如今前排都是高手 自然看得分明两人对招经过 空智这石醋招 一共使出了不下石门少林决议 可任我行来来去去 用的就是一种掌法 便将空智的各种绝技一一化解 任我行掌法虽然古仆 不过举手投足之间 隐隐有风雷声响 显然掌法本身意识不凡 碰的一声巨响 原来任我行逼的空智无处闪躲 只好身掌应接 之前那声 就是双掌相交发出的声音 任我行嘴角挂起一丝笑意 空智老人 你所会绝技虽多 可惜杂而不纯 活而不精 遇上真正的高手 只会束手束脚 空智向来自负自己所学渊博 那受到了对方这般评论 不禁冷笑道 好大的口气 说完便催动内力汹涌往对方扑去 打算趁对方说话分神之际 一下子重伤于他 谁知任我行并没有丝毫慌乱的意思 嘴角反而微微扬起 一脸讥讽之情 空智正疑惑之际 突然感觉到体内真气不受控制 一般往对方身体里涌去 这才想起对方威震江湖的绝技 不由惊骇欲绝 悉心大法 旁边的方正早就瞅着不对劲 闻言急忙上前 衣袖一扶 便分开两人手臂 将空智救了回来 任我行脸上露出一丝异色 方正大师这秀李乾坤的功夫 当真是练得炉火纯青 空智这个时候已经缓过气来 察觉体内真气翻腾 显然断时间内再也无法动手 不由又惊又怒 信任的 你暗箭伤人 任我行不懈地看了他一眼 是人皆之本做身负悉心大法 你自己莽撞不妨 干我屁事 空智正要反驳 方正却抬手制止了他 任教主所言善事 李师弟既不如人 与人无由 不过老那见烈欣喜 也想领教一下阁下的悉心大法 任教主 请接掌 说完轻飘飘一掌往他急了过去 这一掌招式寻常 但掌到中途 忽然微微摇晃 灯时一掌变两掌 两掌变四掌 四掌变八掌 宋青书之前 剑方正与张三丰对战之时使过 此乃变幻莫测的牵手如来掌 他担心任我行刚站完一个高手 此时内力未复 正要上前替下对方 谁知任我行看出他的意图 大笑道 贤叙大可放心 老夫应付得来 原来任我行刚才以悉心大法吸了空置近乎一成功力 内力不仅没有损耗 反而大有增加 今日当着江湖中这么多顶尖人物的面 他身为堂堂的日月神教教主 向来是极为好面子的人物 有心一战打出自己的威风 因此拒绝了宋青书相助的意图 辉掌赢了上去 任我行成名江湖多年 自然认得出牵手如来掌 知道只需持的请客 他便八掌便十六掌 进而幻化为三十二掌 他不是张三丰 不敢让对方掌势积累到最强 当即呼得一掌拍出 攻向方正右肩 方正左掌从右掌掌底穿出 仍是微微晃动 一变二二变四的掌引飞舞 任我行身子跃起 呼呼喊了两掌 一旁的控制宁神细看 但见方正大师掌法变幻莫测 每一掌即出 辅到中途 已变为好几个方位 掌法如此奇幻 只是生平所未堵 不禁暗暗感叹 之前方正师兄说 我的修为比不上方正 我还有些不以为然 今日一见 对方胜我多已 牵手如来掌掌法如此繁复 他却能做到功力不散 真是千难万难 在把目光一向任我行 之前自己与他过招之时 只觉得对方的掌法普普通通 尽管输了 空置心中只恨不小心 找了对方悉心大法的道 对他的武功却没有半分福气 这时作为旁观者 方才看出对方掌法精妙之处 任我行的掌法善事直谱 出掌收掌 似乎显得颇为致志生硬 但不论方正的掌法如何离奇莫测 亦当任我行的掌力送到 他必随之变招 看来两人旗鼓相当 功力惜敌 两人憨斗两久 任我行建绝方正大师的掌法 稍行缓慢 心中安息 你掌法虽妙 终究年纪老了 难以持久 他有心力威 打算尽快结束战斗 因此眼见方正大师佐掌拍到 一声呼喝 佐掌训捷无伦地迎了上去 悄然使出了生平绝学 吸星大法 他的一声响 双掌相交 两人各退了一步 任我行 请指觉对方内力虽然柔和 却是浑厚无比 自己使出了吸星大法 竟然吸不到他丝毫内力 心下顿时惊讶无比 方正大师道 善哉 善哉 趁机一掌辉来 任我行能当上日月神教教主 一生战斗经验何等丰富 此时不尽反退 当即急功促掌 心中寻思 一经经果然不愧是少林第一神功 居然能克制我的吸星大法 哼 不过就算不用吸星大法 以本作的武功 难道还剩不过你一个养尊处优的老和尚 第658章 巧计退敌 任我行一阵急功 眼见方正长法渐渐变得晦涩起来 不由暗喜 你修为虽高 但毕竟不像本作这样是在江湖中刀山火海沙出来的 所以实战很难发挥出巅峰实力 正要乘胜追击之时 猛绝出掌时又必唯唯一麻 内力运转 不甚舒畅 不由得大惊 知道是刚才吸了空置一成功力之故 还没来得及炼化 此番激战 这些内力趁机反噬起来 原来他的吸星大法虽然威力极大 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功力吸到一定程度 所吸的内力便会互相争斗 开始反噬自身 是以他平日里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内力镇压体内一种真气 本来以任我行的功力 吸星大法这个缺陷也不致命 只可惜方正武功与他相当 不知不觉间他便动用了所用功力 以致体内一种真气再无束缚 趁机反噬起来 阿弥陀佛 方正很快也察觉了他的异常 立即反手围攻 一掌往他胸前轰了过来 任我行咬了咬牙 只好伸出右掌羽之相交 两人身子一晃 方正道还罢了 任我行却倒退猝步 绝全身气血都是晃了一晃 心中大害 清楚再继续这样打下去 自己恐怕要颜面尽失 当即急退两步 抖地转身 右手已抓住了附近空置的胸口 左掌往他天灵盖即拍下去 这一下吐起胡落 时是谁都料想不到的奇变 眼见任我行与方正大师相斗 行事见居不利 按理说他力求自保尚且不及 哪知竟会转身去攻击空置 这一则变得太奇太快 不然空置也是一代神僧 若与任我行相斗 虽然最后必败 却绝不至在一招之间变为他所情 众僧阿的一声 起声呼叫 方正大师身子跃起 由似飞鸟般扑道 双掌齐出 即向任我行后脑 这是武学中唯唯救赵之策 公敌之不得不救 只在逼得任我行撤回 即向空置头顶之掌 反手挡架 众僧见方正大师在这瞬息之间 使出这一掌 都大为轻浮 却来不及喝彩 知道空置这条性命是有救了 起之任我行这一掌故事撤了回来 却不反手挡架 一把便抓住了方正大师的山中穴 跟着右手一指 点中了他心口 方正大师身子一软 摔倒在地 少林诸僧此时已经反应过来 大惊之下 纷纷呼喝 一起涌了上去 任我行此时正气血翻腾 自然也不会为难方正 任由诸僧将方正抢了回去 阿弥陀佛 全辞眉头紧皱 冷笑道 任先生行间使诈 圣得毫不光明正大 非正人君子之所为 宋清书哈哈一笑 趁机达到 比武较量 本来就个平本事 一味讲究光明正大 那是宋相公的迂府言论 任教主心思机敏 斗志不斗力 我看就赢得很漂亮 任我行迫于无奈出此下策 本来也有些懒然 不过被宋清书这么一说 顿绝颜面有光 心中寻思 果然是好女婿 盈盈嫁给她绝对不会吃亏 揪摩志也事实开口 平僧虽久居土藩 也知道中原有一句话 兵者 鬼道也 方丈博学都才 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吧 被两人这般一打岔 任我行也调整好情绪 朗生笑道 我日月神教之中 也有正人君子麻 本座若是正人君子 其他教众恐怕早就皈依佛门了 那我们还比试什么 少林诸僧被三人一通抢白 一时间居然不知道如何辩驳 不少性格暴躁的僧侣 差点气得破口大骂 幸好关键时刻想起了四中戒律 不过那眼神仿佛恨不得将四人吃掉一般 见众僧望向自己的眼神 张三丰不由苦笑不已 如今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不过他学就天人 眼界气度却非一般少林高僧彼得了的 其实他心中隐隐赞同宋亲书的说法 这些年来蒙古人就经常在战场上无所不用其极 打得难送节节失利 若是武林中人依旧抱着这般迂腐的规则 实在不是汉人之福啊 既然任先生不讲江湖规矩 也休怪左某不讲江湖规矩了 人群中传来一声大贺 一个身影突然扑出 发掌猛向任我行后心急道 任我行看清是松山派掌门左冷禅 急忙反手回击 贺道 好 任我行速来好强 左冷禅又一直是他的大对头 他岂会有半分示弱 原来左冷禅接到玄辞的通知 即急忙忙带人从泰式山赶来 正好看到任我行与方正斗到关键时刻 却一直默不住声 直到这个时候 才突然出手 这续视而发果然非比寻常 忽拳忽掌忽指忽抓 片刻间已变了十来种招数 任我行给他陡然一轮急功 一时只能勉力守欲 他事才和方正大师相斗 内力损耗颇具 此时体内气血翻腾 只能暗暗叫苦 宋青书眉头一皱 以他的眼力 又岂会看不出任我行一口气始终缓不过来 身形一闪 便拦在两人中间 左大掌门 枉你为一代宗室 却想捡这便宜 还要脸麻 我来接你的 左冷禅醋刺败在宋青书手中 一件是他 心中首先便举了三分 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以他的身份 又岂好意思在宋青书这样一个后辈面前示弱 心中一动便记上心来 道 带我打倒了这信任的匹夫 再跟你斗 老夫还怕你车轮站马 说着呼的一拳 向任我行急出 左冷禅心中打得好算盘 只要宋青书出手 他便能以对方以多欺少的 由头理直气壮地退回去 那样自然不损他左大掌门的威风 若是宋青书不出手 他便趁机了解了任我行的性命 除掉这个一直以来的眼中钉 他已看出任我行如今是强弩之末 自己要取胜简直一如反掌 到时候极必魔教教主 自己的威望必然空前高涨 五月合一的希望又大了几分 只有五月合一 他方才有资本真正参与天下各方势力的角逐 宋青书哪会让他趁人之围 正要挥掌格挡 任我行却冷冷的道 闲戏暂且退开 宋青书一愣 顿时明白任我行即是要强好胜 也不好当着这么多人服了他的面子 不过若真的袖手狂观 任我行又难免遇到威胁 如今两人身处一条战线 宋青书自然不愿对方有什么损伤 答道 好 我就暂且退开 只是这姓左的太也无耻 我先赏他一耳光 说完挥起一掌 便往左冷禅脸上善去 左冷禅顿时又惊又怒 要是众目睽睽之下被他扇了一耳光 自己这个松山派掌门还怎么当下去 急忙携身避让 这是要两个打一个吗 点 其知宋青书虽作善人之状 这一掌却没挥出 只是右手抬了起来 顺势挠了挠脸颊 乃是一招虚招 他见左冷禅上当 哈哈一笑 道 听说阁下身为五月盟主 只是这胆子未年也太小了吧 我只是挠挠痒 就把你吓成这样 第659章变述 你 左冷禅又羞又骚 莫说后面那些少林弟子 就是自己带来的松山门人 不少都面色古怪 显然都在强忍笑意 被宋青书这么一搅获 左冷禅攻势顿指 高手对招 相差原指一线 任我行得此于侠 深深吸一口气 内袭畅通 登时精神大震 砰砰砰三掌批出 左冷禅奋力化解 心霞暗暗吃惊 这老儿十多年不见 功力大胜往袭 今日若要赢他 可需全力从事 十几年前两人在风禅台已有一战 当年任我行眼看能将对方避雨涨下 可惜体内一种真气爆发 导致功败垂成 在外人看来 两人那一战打成了平手 不过真正战况如何 只有二人自己清楚 这十几年来 左冷禅一直古兴孤义 终于想出破解对方悉心大法之术 因此想一雪前耻 而任我行更是对当初一战的结果耿耿于怀 一直想在世人面前彻底击败对方 此番二度相逢 乃是在天下顶尖人人物之前一决雌雄 两人都将胜败之促看得极重 可不像是才任我行和方正大师较量之时那样和平 任我行一上来便使杀着 双掌便如刀削斧劈一般 左冷禅忽拳忽掌忽抓忽拿 更是极尽变化之能事 两人越斗越快 在场功力稍低者 很快就把眼都瞧花了 之前看任我行和方正大师相斗 只不过看不懂二人的招式精妙所在 但此刻二人身行招式快级 竟连一拳一掌如何出 如何收 也都看不明白 方正看得暗暗心惊 之前还觉得任我行不过胜在取巧 如今看他连续三场恶战 居然越战越勇 魔教中人 果然不能以常理度之 要是我与他当真性命相搏 入死谁手 还真不一定 揪魔智同样暗暗点头 之前他与任我行一战 虽然表面上不分胜负 不过他内心却认为 若非忌惮对方的悉心大法 自己定能吻胜他 可如今看他连战三场 表现出来的武学修为 实在大初之前预料 特别是和方正那一战 揪魔智忍不住想到当年在泰山之巅 自己与方正同样打过一架 明明稳操胜券的一战 结果阴差阳错 因为体内真气突然沸腾 导致自己败于对方之手 不过幸得当初宋清书指点 明白修炼少林七十二绝技 需要同时以佛法化解力气 这两年来他回土藩闭关 渐渐清理了体内暗急 自觉功力大胜从前 此番众吕中原 找东方不败倒是其次 上少林寺找回场子 才是首要目标 毕竟当初和东方不败一战 知情者甚少 而且他清楚对方 轻功远在自己之上 就算输了 也情有可原 可他败给方正却是意外 却又偏偏被天下英雄瞧了去 因此此番上少林 他本就打着一雪前耻的念头 见任我行连败少林两大高手 心中又是佩服 又是畅快无比 宋清书则是受前世小说电视等影响 总觉得原著中任我行 牛皮吹得震天响 可在江湖上经常吃憋 原著中打不过东方不败也就罢了 实打实的比不过方正 却是抹不掉的黑点 因此前世网络上各种论武 任我行难免被看逼 可如今他才明白 任我行可谓是成也西兴大法 败也西兴大法 西兴大法虽然让他威震江湖 让无数人闻之色变 可当他遇上真正的高手 却往往因为西兴大法产生的反噬 而发挥不出最佳实力 原来任我行以西兴大法吸取对手功力 但对手们派不同 功力有益 朱班杂派功力吸在自身 无法容而为一 作为己用 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发作出来 他本身内力甚强 以教义派内功作怪 历时将之压服 从未遇过凶险 但一旦对阵极强高手 机斗中自己内力消耗胜剧 用于压制体内义派内力的变相应减弱 大敌当前之时 既有外患 附生内忧 自不免狼狈不堪 是以一身武功 总不能充分施展出来 以宋卿书如今的修为 自然能客观评价任我行的实力 对方管是掌法 还是剑法 又或者是实战能力 都是江湖中最顶尖的存在 实在是比自己之前认为的要厉害得多 几人神游物外这回人功夫 左冷禅已被逼到一脚 任我行一掌一掌地向他劈将过去 每一掌都似开山大府一般 威势惊人 左冷禅全然处于下风 双臂出招极短 弓不到一尺便急缩回 显四指守不攻 突然之间 任我行一声大喝 双掌急向对方胸口推去 四掌相交 横得一声大响 左冷禅被心撞在少林寺院墙上 上面瓦片灰尘赖赖而落 四掌却不分开 少林诸僧纷纷色变 两人这般内力相交 一旦任我行那魔头使出吸星大法 左掌门岂不是命悬一线 揪摩志唯唯一笑 任教主赢定了 就在此时 左冷禅又掌一缩 竟以左手担掌抵御对方掌力 右手伸出十重二指向任我行戳去 任我行一声怪叫 急速跃开 左冷禅右手跟着点了过去 他连指三指 任我行连退三步 揪摩志顿时看得疑惑不已 喃喃自语 这是为何 任我行此时心中也是骇然 他运起吸星大法 喜之一吸之下 竟然发现对方内力空空如也 不知去向 任我行这已经非同小可 对方内力凝聚 一吸不能吸到 那并不齐 是才便吸不到方正的内力 但在瞬息间 尽将内力藏得无影无踪 叫他的吸星大法无力可吸 别说生平从所未欲 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有这等其事 他又连吸了几下 始终没摸到左冷禅内力的半点边人 眼见左冷禅执法伶俐 于是退了三步 左冷禅宁笑一声 右手食指继续戳向他左了 任我行见他这一指尽力很辣 心中寻思 难道你这一指之中 竟有没有内力 当下微微斜身 似是闪避 其实却故意露出空门 让他戳中胸了 同时将吸星神攻步于胸口 心想 你有本事深藏内力 不让我吸星大法吸道 但你已只攻我 只上若无内力 那么次在我身上 只当是给我搔痒 但若有份豪内力 便非尽数给我吸来不可 宋卿书看到此处 刹那间便洞悉了双方的打算 不经大叫 小心左冷禅的寒冰真气 第六百六十章太监制造者 任我行唯唯一争 可此时他要变招已经来不及 扑得一声响 左冷禅的手指已戳中 他左胸天池穴 任我行下意识运起悉心大法 果然对方内力犹如何题溃绝 从自己天池穴终止涌进来 任我行本就是精彩绝艳之事 宋卿书所言虽然眉头眉尾 但片刻过后 他就明白了左冷禅的打算 让自己吸取他的寒冰真气 猝不及防之下 全身难免冻僵 到时候只能任人宰割 电光火石之际想明白这一切 任我行不由又惊又怒 哪敢将对方真气 肆意吸入自己体内 可先前引狼入室 此时若是不用悉心大法 吸取对方手指上的内力 那自己难免会重伤 于这一指之下 任我行当激励断 拼着身受重伤 硬生生以身体接了塌着一指 口中鲜血狂喷的同时 一脚踹到左冷禅小腹 左冷禅大叫一声 整个人向后倒去 顿时蜷缩在地上安好起来 场中所有人大惊失色 要知道左冷禅乃堂堂五月剑派掌门 江湖中有名的硬汉 若非遭受极大痛苦 绝不会如此失态 早有松山派的人为过去查看他的伤势 阁下好狠毒的手段 平僧玄渡 领教阁下高招 一个满面红光的老僧愤然而出 右手食指与中指轻轻搭住 听他言辞明明已经怒急 脸上却露出一微笑 神色温和 如此反差显得怪异至极 任我行此时重伤在身 那还是他的对手 宋卿书与揪摩制双双抢出 将任我行护在身后 师弟 这和尚由我来对付 你先照顾任先生吧 揪摩制随即便挡住那老僧的去路 宋卿书清楚揪摩制的修为 自然不会为他担心 反而急忙查探任我行的漫门 只觉他手上肌肤冰凉彻骨 脉相更是混乱不堪 显然重伤于对方的寒冰指令之下 宋卿书不由大为后悔 岳父大人 若不是我从旁干扰 你也不会伤得如此之重 援助中任我行此战 不小心吸入了左冷禅的寒冰真气 被对方趁机封住穴道败北 尽管输了 却并没有受多么严重的伤 疗养半天便将寒毒驱除体外 可此时他受的伤 每几个月调养 恐怕是好不了了 任我行牙关直打战 不过依然嘿嘿一笑 不过受伤而已 要是让老夫书给姓左的 那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 宋卿书一头黑线 说得轻松 你也不看看你受的伤有多重 刚才若是稍有差池 恐怕就会命丧当场 一边说着一边将浩荡的真气 输入对方体内 助他驱除体内的寒毒 任我行脸上突然露出一丝诡异笑容 你要是知道姓左的受的什么伤 就不会觉得我这伤重了 宋卿书也奇怪 左冷禅为何会好得这么凄惨 回想刚才对方被踢中小腹 不由一惊 莫非岳父费了他的丹田 任我行一脸似笑非笑 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打算的 可姓左的把武功看得比命还重要 关键时刻印生生跃起三寸 躲过丹田被毁之恶 不过这样一来 却被我踢中了 嘿嘿 听说姓左的有几房窃室 我看他们下半辈子要守活寡罗 宋卿书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忍不住同情地看了远处的左冷禅一眼 想到自己之前设计让张无忌 练了自焉效果的吸星大法 嘿 我们翁絮还真是有缘 以后可以改革外号了 太监制造者 到时候看江湖上哪个男人敢跟我俩作对 张三丰暗叹了一声 之前不愿与这两人同行 就是担心会发生这种情况 不过任我行毕竟是替他出头 他也不好埋怨什么 张三丰虽然随和 可不代表他是怕事之人 他其实也不满刚才少林那种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 毕竟般若掌是你少林绝学 结果你一个说法都没有 这算什么事 到家本就讲究顺其自然 张三丰不再多想 开始关注场中揪摩志与那位玄渡大师的比试起来 两人对峙已久 揪摩志突然脸露笑容 久慕玄渡大师的碾花只绝技练得出神入化 今日的剑 信何如知 出着右手时中两指也是轻轻搭住 做碾花之状 全渡顿时大惊 心想莫非这人也会少林的碾花指麻 他不敢怠慢 急忙出招 众人只见二僧左手同时缓缓升起 向着对方弹了三弹 只听得啵啵啵三响 指力相撞 全渡大师身子一晃 突然间胸口射出三只血剑 鸡喷促齿 两股指力较量之下 全渡不敌 给鸠魔智三股指力都中在胸口 便如是利刃所伤一般 全生与玄渡素来交好 见状急忙上前互助玄渡 给他点血止血 本来还不敢确信 待看清他的伤口 不由骇然地望向鸠魔智 阁下为何会我少林碾花指 鸠魔智傲然一笑 小僧会碾花指不嫁 可这碾花指 却未必是少林之物 混账 碾花指乃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 此事天下皆知 又如何不是少林之物 全生大怒 连称戒也顾不了了 大师此言又差矣 这世上有七十二绝技不嫁 却未必见得是少林之物 鸠魔智名名神太恭敬 说出来的话却是石破天惊 你说什么 全程脾气火爆 顿时瞪大了眼睛 目视着对方 宋清书同样听得一头黑线 鸠魔智这个骚包 估计又想来炫技了 真是娇有不胜啊 张三丰也是眉头为皱 传音入密对宋清书说道 你这位师兄 看样子是打算挑战整个少林寺啊 宋清书嘿嘿笑道 太师父不必担心 清书此事自有分寸 先让他杀杀那群臭和尚的锐气也好 听到鸠魔智的话 一直眼观鼻鼻关心的悬词也坐不住了 不知冥王此言何意 鸠魔智淡淡达道 当年达摩祖师侠天竹武技东来 之后传于少林 不过天竹武学何等浩瀚 达摩祖师尽管精才绝艳 却也不是所有都会 因为土藩与天竹相邻 很多其他天竹武技渐渐传入土藩 千百年后 这些武技不少传入中原 被少林逐一整理汇总 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少林七十二绝技 小僧也是这些年来 在中原见识过不少少林高僧出手 方才得知鼎鼎大名的少林七十二绝技 不过是土藩早已流传的天竹武学而已 这些武器得知鼎的大人 实际上识得一维是地区的大人